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数数名家 曾为美国亚特兰大可可可乐总部勘察风水 活用中国风水数数技术 为西方跨国企业改运 寄精四作 被誉为当代最受欢迎的古文化应用大师 李居民 誉为具高深修为的密宗一代宗师 利用业余时间 全情投入唐秘教育工作 创办中华港秘修明佛院 率领108人香港军事团访经 或中央统战部 及国家宗教事务局高格调接见 李大师已成立密法归华慈善基金 在中国内地助学扶贫 更于海南三亚捐款新建 空海纪念院密法归华堂 李大师著作等身 至今出版进百数数及密宗专书 风魔万千读者 粉丝广布全球 其作品 已被奉为 行魅人士及佛教界人人必读之书 李大师近年来 常与弟子到各地游学 并应邀做世界巡回演讲 举办大型讲座 遍及北京 上海 杭州 桂林 三亚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 足迹远至杜拜等大城市 内容广涉八字风水 恶命改运 东方古文化 应试哲学及唐觅 智慧狂放 觉悟冷场 言人所未言 精彩绝伦 难得一听 大师世界巡回讲座 已推出十一集录像 李大师于其中揭露 一百零八个宇宙密码 是改运开智必读之教材 听大师之讲学 机会难逢 大师讲堂系列最新作品 正是大师应全球读者所求 超越时空限制 虽未能倾覆现场 聆听大师讲学 亦能安坐家中 与大师做近距离接触 领悟大师的伟大智慧 一般人认为 将人分作十二生肖来评论运程 豁然率太低 不大准确 但奇怪的是 大师运用大量个案 找出百发百中 准确无比的共通密码 多年来寄精四作 且听大师为你沾算 十二生肖的命运轨迹 及性格特征 并首次运用中国古文化的神煞学 沾算饮食改运学 曾获考证百发百中 灵艳无比 请大家以大胆设想 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 去体验各种玄机 你绝不能错过 十二生肖创运法 非常感谢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 跟所有的读者 还有部分的弟子 能够有机会谈谈 学生肖的改运 那么首先要知道 在座哪一个生肖树老鼠的 来到现场 你身边有没有鼠鼠的朋友 或你就是老鼠 老鼠的共通命运密码 竟是乐天之命 对人热情 蔬材仗义 人缘非常好 但鼠人也胆小如鼠 做事缺乏耐性 而且桃花特望 很准吧 那么大师提供给你的改运绝招 更值得你偷试吧 老鼠啊 这个生肖是非常不简单的 因为属老鼠的人 他本身是十月生肖里面排第一 你知道为什么排第一吗 那个老鼠怎么小 这个小小一只老鼠 为什么排第一呢 原因就是因为 以前这个王帝 都是坐比桥男儿坐的 那个北方就是子方 那么那个王帝 每天想桥的时间 那个太监抬着他在桥的上面 他只是走中间 那个龙的那条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子五线 所以变成是代表呢 那个是统领啊 这个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位 就是子 子就是老鼠 所以王帝啊 就是老鼠你知道吗 但是可惜啊 你经常去江南 你这个老鼠经常去江南 就变成经常不处理国家的事物啊 所以老鼠很奇怪 大家都应识很多朋友啊 而且家属里面都是属老鼠的 你发现老鼠呢 他是有一种王帝的去知 就是他非常骄傲 他特别有孕的时间 你跟他打麻仗 他虽然吃了几个五以后 他的风采就不一样 经常骂人 或许你在公司里面 他最近做了几个项目啊 发财得非常威风的 你见到他不可一世 非常威风 而且讲的说话来讲呢 非常难听 普通人就觉得 哎呀他讲这个说话 非常威风这样子 但是呢 因为他喜欢子嘛 子就是子无谋有 就是一个桃花的密码 也是一个欢乐的密码 所以老鼠是非常喜欢欢乐 非常喜欢跟朋友啊 出去啊 喝个酒啦 去兴兮玄马的 喜欢去玩的 所以变成呢 这个虽然是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呢 不带用功在大家的事业上面 所以他坐了一阵子呢 他就很快闻冷了 冷了 要冷要冷 又冷起来 又冷起来 然后呢 他就去玩一下 休息一下 特别是老鼠 因为是子无谋有的密码 所以他对感情爱情啊 特别的喜欢 所以一般来讲呢 他就会堕入情蟒啊 把爱情的问题放在第一啊 然后呢 就把国家的事物全部忘掉了 所以在以前呢 在我们中国呢 经常怕皇帝啊 不工作 所以呢 在外面呢 就放了两只叫华表 大家有没有见到 现在天网门外面也有的 两只华表 华表啊 华表的上面呢 有一个动物 这个动物的责任是什么呢 这皇帝王帝 就说 如果你不开工 你不想瞧 我就要审问你 我就催促你 这样子的 所以华表上面那个动物呢 是督出啊 王帝用功 所以老鼠这个生肖呢 他一定要旁边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个力量 支持他 或者鼓励他 去做事情 他才有方向 而且才去上桥 去处理国家的事情 否则的话呢 每天呢 都去江南里面玩玩啊 就什么东西都做不来 所以啊 任何一个公司 总是有老鼠生肖的人 或者员工 在他的部门里面 去处理一件大事 但是不能永远 给老鼠做老板 因为老鼠做老板的时间 他一睡觉一患落 整个公司就没有了 所以通常来讲呢 老鼠呢 是最好是把他排在啊 就是旁边 就是排在第二 或者第三位 那么老鼠呢 就能够使到某一个集团 或者某一个家庭 或者某一个国家 他就有一种啊 非常好的力气 老鼠呢 天生啊 大家知道啊 老鼠呢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生肖呢 就是他本身非常的 做事情很积极的 很用功的 但是呢 当他用功之后 刚才刚才讲了 他有放时间在患乐的 那么第二个呢 老鼠啊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老鼠 他们总是呢 广东话讲啊 熬出不熬入 什么熬出不熬入呢 就是说总是啊 把朋友啊 放在第一位啊 家人啊 不重视 我有一个朋友啊 也是啊 他是出老鼠的 典型老鼠的 总是人家 给他这个免费的电影票啊 就是证券啊 给他呢 他永远比给他老婆 不给他他妈妈 总是给他 外面的猪盆久有的 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老鼠很可爱 就是每天啊 一起床啊 总是跑到外面去找朋友 总是 人家的饭啊 特别像一点 总是跑到人家里面 跑到人家里面 不但你吃人家饭啊 晚上还在人家 哪里睡觉呢 所以这个老鼠呢 他本身啊 落天之命啊 有什么难题啊 他睡一个觉就没事了 所以老鼠如果没有愿 叫他睡觉 如果老鼠不开心 叫他睡觉 老鼠如果什么都做不来 叫他睡觉 那么明天一起来呢 他又在另外一个面目 跑出来 所以老鼠呢 在学生校里面呢 他吸引力非常强 那么要做大事呢 还不行 要在旁边有人呢 去帮忙他 而且呢 因为他对朋友太好了 太热心了 所以呢 你找他呢 他总是会带你去吃什么 吃节啦 吃啦 都是很懂吃饭 吃东西 好像老鼠很懂 吃油啦 吃米啦 还有一点 喜欢晚上出来 越晚越出来 也要喝个酒啊 走巴呢 总是老鼠的人 所以如果我今天 在走巴开讲座 一讲 哪个老鼠 全部都要举手了 那么老鼠很可爱 他本身 这种生肖的人 我是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老鼠遇着鸡啊 总是逃发了不了 所以老鼠如果放一个鸡 铜鸡 而且鸡的工艺品在他的床头 他就逃发忘得不得了 而且非常开心 如果在座的老鼠还没有结婚的 马上放一个鸡啊 在你的床头啊 你就借两次分三次分啊 还不够啊 那所以那个鸡为什么呢 鸡呢 在老鼠的工位里面呢 是一个叫天喜心 天喜心是代表开心 也是代表我为做起事 老鼠的人很喜欢做起事的 你叫他白走啦 每个人都来啦 他很高兴啦 所以他本身啊 这个人是公关的人才 但是你不要给他走运 一走运呢 他总是为讲这些说话呢 令到旁边的人啊 对他不高兴 所以老鼠的人啊 他很多时间呢 令到啊 人很开心 很自在 但是只要他 一有一点孕 化解莫名其妙 给他意气风发起来呢 他莫名其妙就抱几句说来 然后令到所有的人 都开始不喜欢他的 所以出老鼠的人 很多时间啊 是死在自己一须说话 他本来已经很好的了 突然间讲一须说话 人家觉得 看不起他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 老鼠是有点像那个 落难的王帝 就是如果他是 无从权利的 大家会信服他的 那么当然他讲什么话 都要接受啊 但是为什么他讲一须说话 你会觉得他太骄傲 或者他 他不急地讲哪句说话呢 是因为他的身材 他是老鼠 怎么小 但是当他王帝 当然你看不起他 还有一点就是 他太患落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变成 他变成傍王帝 好像王帝威风 你觉得你不急 你还没有到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老鼠经常讲话 很容易因为讲错 一句说话 而把整个江山都被抛掉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去到一个公司里面 每个人都接受他 但是后来就是那个老板 因为他一句说话 不喜欢他 为什么呢 那个老板是姓陈的 那么就陈老板 陈先生 那个老鼠有一次 太意气风发了 就走到他面前 搭在他的波头上面 老陈这样子讲的 老板觉得 你怎么有资格叫我做老陈 你知道吗 陈老板 陈经理 陈总都不叫你 叫我老陈 知道吗 还要搭着我的波头 就不喜欢他 所以老鼠很多时间 是因为太放自己了 然后就出现问题了 那么我也发现 鼠老鼠的人 是一定要找到 鼠龙的东西 才可以发生 他的艺术才华 鼠老鼠的人 一碰到龙 就变直了 就会变成 发挥他的能量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当年 王帝上瞧的时间 他要走直五线 他抬着那个桥 往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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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元殿里面 进去的时间 你没有发现 他走的所有的 过程路中 都是龙的雕刻 所以龙跟子 也是六 也是壳 所以这个壳的原因 就是 这个生子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做水局的 这个壳起来 所以说龙的人 跟是老鼠的 一跑在一起 那个老鼠啊 才有机会 发费他的才华 所以如果我们 现在用一个龙弓 他本身是老鼠的 你想令他 可以发费他的才华 旁边放一个龙 就可以了 那个龙不用做事情的 坐在他旁边就行的了 怎么简单的 那么这个 所以龙跟鸡 这两个东西啊 龙鸡是可情之音的嘛 所以代表着说 老鼠的人呢 有鸡来生水 因为子是出水的嘛 用鸡来生水呢 他就比较壮旺 壮旺的意思 就是像一个王帝一样 比较有能力去做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呢 这很奇怪 我发现呢 怎么多老鼠的生肖的人 他真的跟那个流的关系 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八字里面 叫子丑相壳 子丑相壳就是 子是水 丑是一个很湿润的泥土 那么老鼠呢 跟树楼的人呢 跑在一起 就是六壳 六壳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很壳 壳在一起 所以很多夫妻呢 我现在发现呢 都是老鼠跟牛的配对 老鼠跟树楼的人跑在一起呢 他们缘分的机会比较大 那么他们缘分呢 要成功 不然离婚呢 在一种情况之下 就是两个人 一定要在一个很热的地方 热带的地方 譬如说是在广州 深圳 香港 不能在北方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子丑三壳 是一个很湿润的泥土 那么他们夫妻 在很热的地方 就能够散热有功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 跑到一个很冷的地方 那个子丑三壳的状态 就会破掉了 所以就散热无功了 所以就变成了 他们就会不为可 这个也是很巧妙的 也是我们 批拔字算命怎么多年 能眼旁观 看到这种现象 就变成一种 秘密的宇宙密码 用这个密码去算命 帮人家批命 或者看那个宇宙的万象 就看到原来子丑 一定要在夏天 还有在很热的地方 才能够发费它的作用 那么 子 大家知道 子是水 水是北方 在我们中国 跟这个字的关系 太密切了 因为中国人都喜欢 坐北朝南的房子 所以子是每个人 都是每天睡在子位 也是每天 在那个子位里面 睡八个小时 很多时间 你自己写这桌 也是坐北朝南 所以那个子虽然是生肖 其实它也是一个风水的方位 也是代表每天 如果我们的房子 是坐北朝南的说话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种潜在的意思 这是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为比较欢乐 但是有些时间 为讲错说话 化解有些时间 就太乐观致命 太顾朋友 不理家人 都是这个老鼠 因为在方位方面 影响我们中国人 产生节中情义节 那么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 我就发现了 老鼠如果跟蛇的人在一起 化解碰到蛇年 化解碰到蛇月 问题就来了 这个是树老鼠最不好的密码 我们看老鼠生肖 碰到蛇年通常出问题 化解碰到一个树蛇的人出问题 所以小心树老鼠的人 不要吃蛇肉 我在上海 每次去上海的时间 都跑去一家名店里面 吃那个蛇肉 那么蛇肉 吃的 在那边吃那个蛇肉非常好吃 它是烤的 那么我在香港 怎么多年 每一年 我都会吃这个蛇肉 但是老鼠 唯一老鼠生肖 绝对不能吃蛇根 蛇汤 也不能去上海 那家名店里面吃那个 靠的那个蛇肉 这个是老鼠的人特别留意的 等如很多老鼠的人不知道 他每天晚上总喜欢在外面喝个酒 或者去晚上去楼莲 那么他们不知道老鼠是不能夜宵的 因为夜宵里面的食物里面 有一个食物他不能吃 除了蛇之外 就是猪肉 他平常会吃猪肉 但是一过了十一点 那个子时之后 就不能吃猪肉 一出猪肉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周围也是生非 周围交来是非 还会打炸 或是会发生问题 所以老鼠如果十一点钟之前睡觉了 那个天下太平 如果十一点钟还没有睡觉 十一点钟后往街上一跑 也能吃个夜宵 夜宵里面有个猪肉 他们周围发疯 他们周围发生事情 然后回家就非常不高兴 那个老鼠呢 如果它本身是生在冬天 比如说是十一月八号 到到第二年的二月四号 节肌老鼠呢 它一生人家里的洗手间 都是漏水的 这个是万事万灵的 所以老鼠最好是生在夏天 夏天是什么呢 就是大概是五月五号到八月八号 所以老鼠如果生在夏天的说话呢 一般来讲的命运比较好一点 如果是生在 那个二月四号到五月五号 就是春天的木头多的 节肿肃老鼠的呢 一生人影响它最大的 就是它的分音 爱情 桃花 所以它嫁给谁 或者哪个老婆 就是影响它一生一世 这种命格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如果它本身呢 是生在八月八号到十一月八号的 就是那个秋天的呢 这种老鼠呢 差不多是最好的 这种老鼠呢 它一生人都会开开心心 而且呢 会桃花蛮旺的 如果是女生 就有几个老公 换的 不同阶段有不同老公 如果是男生的 它有几个女朋友 有秘密的 有不秘密的 全都有 所以啊 苏老鼠的人啊 就是天生乐观 它去到哪里 都跟你可以聊天 聊半天 跟你不带应思的 在路上 可以跟你聊半天 它在餐厅里面 可以跟你聊两个钟头 然后它会复习 它会拿东西给你啊 怎么 令到你以为 它是那个餐厅里面的 那个佛计啊 原来去到地园呢 它只是在那里吃东西的 这么老鼠呢 一生人呢 碰到一个年啊 就一定要小心 这个年是什么年呢 它一去哪个年呢 它就搬家 一去到哪个年呢 它就卷工 一去到哪个年呢 它就疯狂去旅游 旅游啊 去玩啊 那个是什么呢 是老鼠的年 2010年就是老鼠的年 所以老鼠的人 一碰到老鼠的年 就去旅游了 就是去变化了 而且通常来讲都是好的 那么树老鼠的人 如果在座呢 来几位 树老鼠的人 举手一圈 如果你们 很希望能够去旅游玩 还有你们都是女生 很希望能够有好的老公 树老鼠的 你记得吃一个东西 吃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每一年 秋天最好吃的 就是大螃蟹 你老鼠吃大螃蟹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 你会经常去旅游 第二 你老公一定非常疼你 所以老鼠的人 记得每一年吃大螃蟹 知道吗 我今天打算打麻仗 跟你们等一下打麻仗 但是有一个生肖 我永远不跟他打麻仗 这是树流的人 因为树流的人 你跟他打麻仗的时间 他输了钱 他会退牌的 为什么呢 树流的人 英语说是bad loser 就是他输了之后 他不带有风度 所以输了之后 他比较没有风度 而且会发脾气 因为他输了 所以树流的人很奇怪 就是每天非常用功做事情 你有没有朋友 这些树流的 比较顾及的 比较顾及 真的流脾气顾及 每天都在家里沾田 不在家里钢田 就是在公司里面钢田 每天都在工作的 不停的 所以树流的人 你给他工作做 他非常用功的 他不会做其他事情 他就是工作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不一定好 这是以前我们香港的特首 董建华 就是树流的 所以你看到 他非常用功做事情 他要么也有点像牛 但是白色的牛 但是他就是非常用功 我们也知道他很用功 大家都很同情他对吧 所以树流的人 是八字下面来讲 这个叫丑 丑 丑因为他本身 是一个金的仓库 也是一个金的木 所以这个人 他本身可能 他藏着很多 很冷的金 所以金是很冷 冷所以这个人 是比较冷的 比较冷的 另外就是认为他是雾 他是一个金的坟雾 所以这变成他有一种比较固执的一种状态 也是非常用功 非常在心 所以树流的人 他本身是没有风度 风度是不够的 有些时间他本身因为输了 所以他都不带福气 所以以前我们看董建华也是 你骂他两句他不高兴 他不会检讨 那么树流的人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他发生小事 小事烦三天 小小事情他好像也非常重视 这样子 而且把他放大得很厉害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看得开的人 你跟树流的人谈话 谈了两句 你就不愿意跟他谈了 你就会觉得他非常顾忌 而且树流的人有个特点 就是永远好像他耕田一样 永远是向田走了之后 他就不懂怎样子耕田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蛇都能够这样子走路 树流的总是这样子 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改了 所以有一句说话 树流的生肖就是这位先生 你小心 你永远被骗 所以很多人要骗人 先问他 你生肖树什么树流的 我骗定你 他讲我骗定你 他说骗什么骗什么 还不知道的 你明白吗 所以树流的人 通常来讲是很容易遇到老千骗子 还有我们批命的人 一问他生肖是树流的 我们就放心了 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骗他的都知道了 我怎么讲他的相信 所以树流的人是非常可爱 那么在我研究里面 树流的人就是非常特别的 有几个特点 第一 树流的人 他本身吃东西是很不讲究 但是他不知道有一些东西 对他的运行为很大帮助 譬如说树流的人 如果享有爱情生活比较丰足 很多人他会跟老鼠在一起 因为直丑是伤可的 所以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以前的王帝 都很喜欢找树流的人 去当他的大官 或者当他旁边的朋友 或者他的谋神 因为直丑伤可 直是代表王帝 那个丑是代表他旁边的人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就是树流的人 他要搞好他的夫妻关系 除了找老鼠之外 其他生肖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有一点 就是他们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就是原来你吃一个食物 为壮旺你的红颜辛 你吃什么东西 为壮旺你的红颜辛呢 就是吃姜 姜 北方有没有姜 你们吃姜处的那个姜 还有我们弄那个姜片 那个姜 是树流的人 多次将我争望他的夫妻运的 这个是树流的人 永远不知道 今天我就告诉你了 第二呢 树流的人呢 如果你现在非常不好运 你要改运的说话呢 在过去呢 很奇怪 我看到树流的人 很多不好运的人呢 跑去那个中医室里面 去调理啊 或者开放给他呢 我都全部拿回来 开他 开什么 汤水给他 那个中医呢 都是开同一个东西 就是猴头菇的汤 猴头菇大家知道 在最近 这些十年里面 非常流行的一种东西 就是要来做汤水的 但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做研究 就是一大批的生肖的 都是我的学生 还有我的弟子 他们呢 每天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东西 我们把这个资料 回来收集 我们发现了 树流的人呢 一遇到猴头菇 就卷孕 所以树流的人呢 一次猴头菇啊 整个人会变 其他生肖 没有这么明显 原来那个中医呢 也是我的学生呢 他就很奇怪了 树这个人 他就把麦以后 为开汤 但是猴头菇啊 那个汤呢 放在树流的生肖上面呢 仅有五个里面 这样的四个 其他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有个 共同密码呢 就发现了 那个树流的人呢 跟那个猴头菇有关呢 那么我讲几个年 你就觉得 哎呀 李俊明里讲 这个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但是我跟你讲 原来树 流的人 他去到猴年 他特别好运 原来猴子呢 这个密码就是跟流啊 是产生一个 很明妙的关系 所以猴头菇 为什么他会用呢 是因为那个猴头菇 那个猴子 所以这位先生 李俊俊流的 所以莫名其妙呢 你特别喜欢西游记 里面的孙悟空 对不对 这个孙悟空就是猴子啊 所以呢 他这种人呢 他家里什么也不用放 就放那个西游记 那个电影就 那个光碟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这个孙悟空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位先生 还有刚才那个小姐也是 我也发现 树流啊 他年轻的时间 就是出生以后啊 莫名其妙呢 在香港特别多 北方我不知道 要拜提天大圣 宣悟空 当他的干爹 干巴 这样子 然后他就能够养大 树流的人 很多的比例 都是找宣悟空 当那个干巴的 结果其他圣教也有 但是树流的呢 是特别有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跟猴子有缘 所以在座的 这个树流的朋友 化解未来的观众 如果你发现树流的人 他本身 如果他觉得 就是孔头目楼啊 穷逃没落 末路 什么都不行的说话呢 你就拨一拨 你找跑去 有一个庙里面 拜那个 宣悟空的 你去拜拜 不是因为神明 是因为 那个是宣悟空 化解你去那个 金菊的那个店里面 找一个宣悟空的 公仔 那个公义饼 我也见过一个公义饼呢 是一个宣悟空的 然后你去放放也可以 所以最近 有一个树流的朋友啊 他就不好运了 我就想了很多方法 依他 结果后来 我顺手一拿 拿了一个什么 宣悟空三打白骨精 这个电影 拿我去看 这样子你知道吗 看完就还蛮高兴的 那个 那个校局啊 这个是50年前 那个电影啊 很老的了 白骨精大喜欢 看完以后 升起来了 那么 现在流行 在减肥啊 很多人喜欢喝 那个醋 这个果醋 有苹果醋 有那个其他的醋 树楼的人呢 跟醋有缘 为什么呢 醋呢 就是鸡 鸡就是醋 就是有这个密码 所以树流的人呢 跟树鸡的人 就非常有关 因为鸡来了 树楼的人就有贵人 贵人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在家里放一个铜鸡在你的床头 然后每天呢 吃饭的时间吃个鸡肉 那么你突然间你的贵人就来帮助你 所以啊 如果当年呢 那个董建娃每天抱着一个鸡出来 我看他应该就比较不为退休了 他的腿也好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鸡啊 原来就是有的密码 有是帮助树流的人 能够拥有贵人 那么这位先生就很喜欢旅游啊 他经常说 我想去旅游 但是你去旅游啊 你要冲啊 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东西你经常吃 你才有旅游 旅游运的 还有呢 国内很多朋友来啊 他本身也是树流的 问我 他有机会去移民吗 他很喜欢去移民去美国 有些移民去英国 还有孩子 希望他去外国念书 那个树流的孩子能够去吗 树流的人呢 只有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是什么呢 他吃猪肉就能够去旅游了 因为猪这个密码 就能够令到树流的人呢 特别旺盛 旺盛什么呢 奔家 旅游 还有呢 就是经常跑来跑去 那个叫一马兴 所以特别留意 吃猪肉 还有吃牛肉是不同的 树流的人呢 不是吃肉肉的 树流的人呢 是吃猪肉的 他作为非常多旅游运 还有呢 他非常多机会 可以成功 那么树牛的人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密码 就是如果你要生baby 就生个孩子 生孩子呢 树牛的人呢 有一个很奇妙的密码 这个奇妙的密码是什么呢 就是他一定要在晚上 那三点到五点钟的时间 刑房 他才可以有孩子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牛啊 跟这个人时 那个人字呢 就有一个奇妙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叫天定密码 天定密码 就是你要有孩子呢 一定要在三点钟 到五点钟 所以我讲了以后呢 那个客人啊 每天晚上呢 就三点钟 那个闹钟就吵起来了 一吵起来 老公 播种了 讲几个老公 每天晚上三点钟 就开始播种了 你知道吗 结果一播了两天 马上就有baby了 他说 师父你真神 我说这个人不是神 这个是我们 中国传统古文化里面的密码 只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啊 没有重视我们自己的科学 我们民族里面的科学 就是我们的古文化 我们的古文化里面 是我们祖师 用了很多的时间啊 去找出来的 而且我们的祖师 非常聪明 他都知道这些密码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 还有上一代的 我们的不翘子算了 把我们祖先发明的这个密码 全部推翻了 你要跑去老外 哪边取他的密码 其实我们的密码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啊 现在我们要把中国的古文化再发扬出来 所以苏留的朋友杰克的朋友 今天晚上三点钟 请你努力播种啊 鼓励一下 属虎的人思考敏捷 具领袖才华 喜欢冒险与创业 不爱受人指挥 但虎人一生的起跌臣服 叫其他生肖多 要怎样才能反败为胜 屡创高峰呢 李大师示范 如何为虎人算命及占卜 老虎啊 这个生肖啊 我是最深认上的 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间 我在电影公司工作的时间 我的老板 一个女生就是说老虎的 所以我太知道老虎的性格 老虎的人啊 有一句说话是这样子 男的老虎呢 就不在家 女的老虎呢 喜欢辩论 首先第一个 男性的老虎 大家在座有来的一些 是老虎生肖的 你是不是经常不在家 所以经常老虎很奇怪的 一早起床就跑到人家 家里话就跑到街上去了 永远不在家的 所以如果你家里 有一个老虎生肖的人 你就家里的米 也不要买那么多了 他总是不在家里吃饭的 那么如果你找到一个老虎的女生 在座那个老虎的女生 那老虎的女生 这个老虎的女生 你留意了 以前我的老板 老板娘呢 是老虎的 老虎有什么特点呢 我在看她的性格 还有她的作风 我就知道 做老虎呢 你千万不要找她做员工 为什么 她总是会跑掉的 而且把你公司的东西都拿走 拿走 所以说老虎的员工 是女生 如果是老虎的呢 通常来讲我们不净用的 不用的 为什么 她总是会跑去创业 所有老虎的女生喜欢创业 为什么 因为她们不能骂 你骂她半句都不行的 你讲她半句不好都不行的 你知道吗 好像那位小姐 你讲她半句都不行的 她会不高兴的 她马上跟你辩论 一辩论三个小时 去精明她讲的理论 她的做法是对的 然后你说 这个不行的 这个不行的 她总是说行 结果呢 所有人都觉得不行的 只有她觉得行 但是后来她做了解决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老虎的脸皮是特别厚的 她任何地方 她靠门可以靠 你说要找李嘉诚 她明天真的去找李嘉诚的 你就问了 人家李嘉诚不会见你的 她说我一定要靠门靠到 她见我为止 所以老虎女生 真的有一种天生 就是打不死的一种干净 而且她脸皮特别好 因为她根本不理力的 她就冲啊 因为冲 老虎一见到立物以后 她就马上去冲着吃了 不会想其他的 所以老虎呢 她本身是非常事业于创业 创业 而且呢 老虎很早已经创业 比如说 男生老虎呢 很早就创业了 可能二十岁三十岁就创业了 不会等到四十岁的 所以老虎的人是创业的 喜欢挑丑 喜欢跳来跳去 喜欢去公司跳来跳去 她永远不为 在一家公司里面待很久的 所以这位小姐 你开走楼的 你都员工里面 留意老虎的女生 她们如果你挺她 很快就跑掉了 化解她本身 明天就在你对面 开一家酒家 但是老虎她有约点 她起酒力是不够的 起酒力的意思就是说 她打架起酒力是不够 又要靠旁边那个人 化解旁边那个事业 去帮她 所以她自己本身 孤独的时间 她不够力气的 她应该找人来支持她 支持她 那个人一定是观音兵 什么叫观音兵呢 在北方有没有观音兵 姐姐说话 第一是就是说 她找那个人 一心去听她的 给她点的 给她点的 所以女生的老虎 通常来讲 嫁的一个老公 那个老公通常是非常纯的 好纯的 你怎么叫她 她就坐了 去洗手间她就去 不去又不去 你要不要去 要去 要去她 你不要去 她就不去了 坐在家里 在人内三个钟头也不去了 这个老虎的人还有非常有权威 老虎的人喜欢辩论 喜欢应老大 很奇怪八字里面 那个人生几海 就是老虎猴子 蛇还有猪 这个是一个生肖 都是老大 老大的一些都是根据自己的意见做事情 他不是根据人家的意见做事情 所以说老虎的人不听你的 他的世界里面没有人家的 只有他自己 他想什么就是怎么做 他不会跟你做的 但是他又成功 他又能够使这个东西做好 所以说老虎的人也非常可爱 他是一个斗争的主义者 他是一个创业的主义者 但是他要旁边的人帮他 但是旁边的人都要 跟着他的理论去做的 所以他要喽啰 我们叫喽啰 要吹嘘 最好有人这样子 他就高兴了 所以老虎的人 他是非常有他的那种风采 但是有小小的挫折 小小的挫折 他又很快 比较不愿意做了 所以说老虎的人 他是在一个机构里面 通常来讲 他会当老大 他不是男生的老虎 但是来讲 他有些时间小小挫折 他要不容易起来 他要等一段时间 他快点起来 所以其实刚才讲的 那个西个生肖都是这样子的 树老虎 树猪 树蛇 还有树猴子 这四个生肖里面 都是威风 都是当老大 但是一小小的挫折 刚才的西个生肖 他会很久才会爬起来的 这个就很奇怪的 有些其他生肖也不一样的 那么树老虎的那几位朋友 大家留意几个点 第一个点 在过去老虎的人 很容易出一个毛病 就是墙不出毛病 墙出毛病 墙就是我们叫身 身经 身肝 因为身跟人是相冲的 所以变成树老虎的人 一般来讲就是肺功能 还有肠壮 肠都容易出毛病 所以由于这个出毛病 所以树老虎的人 不能吃猪肠还有鸡肠的 所以我们南方家 很喜欢吃那个潮州菜 里面都是那个什么猪肠 鸡肠 实施树老虎的人 吃这个就比较容易破财 而且用于身体不健康 而且去冲它的 所以这个是不能吃的 那么第二个 树老虎的人有三代好吃 怎么说三代好吃呢 只要吃这三个东西 这个老虎就天下无敌了 第一个就是北方人最喜欢的 刷人肉 刷人肉就是我们南方广东人 就不太喜欢 我们喜欢打火火 北方他们也打火火 但是他们放羊肉进去 这个羊肉不是每个人能吃的 但是老虎吃进去 这个不简单啊 怎么样了 他会马上很多贵人的 马上都贵人的 而且呢 这个老虎啊 刷这个羊肉之后呢 分外开心的 笑到这个 都是见到他嘴巴里面的牙齿 每天在笑的 我见到一个老虎呢 非常凶的 但是呢 每天晚上呢 找他去刷羊肉 吃个羊肉呢 他就今天晚上对你特别好 然后呢 你跟他讲最近那个人工啊 要加点 他就OK了 没问题了 我以前那个老板呢 他是说老虎 所以我对老虎的性格比较了解 每天呢 晚上我们肚子饿的时间呢 总是说 我帮你叫个外卖 我以为他买什么 原来买个披萨盒给我 披萨盒就买一个 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薄饼 这个披萨嘛 我就奇怪 为什么他总是叫披萨 原来说老虎的人 他对披萨吃进去的说话 能够增加他的权威 为什么能够吃披萨 能够增加权威呢 这个就是内末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那个秘密 但是那个密码在里面 我就不公开给你听 但是里面有一个密码 所以不一定披萨盒 不一定要帮哪一家店 但是披萨不是每个人来能吃的 等如那个肯德基的鸡 不是每个人来吃 麦当劳的包 不是每个人来能吃的 全部都是讲究 有命运在里面 有密码在里面 其实我今天讲老虎 老虎的人马上跑去披萨盒 里面吃披萨 你马上会觉得你非常威风 而且没有人顶撞你 都是你的世界 讲话都是No.1 所以它是三代要吃 第一个是刚才讲了 羊肉 第二个披萨 第三个要吃是什么呢 树老虎的人唯一的是非常支持 韩国烧烤的 韩国烤烤不是每个人能吃 为什么我就不再喜欢吃韩国烤烤 为什么呢 一烤完以后 我整个人都烤了 我的头发又烤了 我的衣服又烤了 整个身都是韩国烤烤的味道 而且那个味道一烤了 三天之内那个味道还在 你知道吗 怎么擦怎么洗 那个味道还在 还有冬天我们喜欢吃 那个韩国烤烤 都是圈着棉袄去的 吃完以后 整个冬天都是它的味道 所以中餐来讲我们就不去了 但是树老虎的人 每天吃韩国烤烤烤 烤得一塌糊涂 每天在烤 烤的整个身都有整个味道 结果我碰到很多老虎 都是韩国烤烤的支持者 那么树老虎的人有没有桃花呢 树老虎的人因为他比较加权力 女生一定要找一些观音兵 就是能够听他话的男生 这个是不容易找的 那么如果你是老虎 你是男生 那么你要找老婆的说话 也是不容易找 为什么 因为你很凶嘛 但是很奇怪 他十二年里面 总是跑不掉一年 他在哪一年里面 他就一定能够结婚 所以在座的老虎还没有结婚 不要紧张 两年之后你就行了 因为2011年 就是树兔的年 树兔的年 我们2010年是老虎年 2011年是兔年 兔的年一碰到老虎 老虎整个人很奇怪 马上就变成了湿迷迷的 还有整个人就温存起来 好像一只睡觉的老虎一样 他不凶的 所以老虎的女生 一去到那个兔的年 马上就变成一个很温存的 一个小猫 如果一个男生一去到那个兔年 马上那个老虎就非常有风度的 然后把你骗进来之后 他才咬死你 所以老虎的人 一去到兔年 他就桃花万圣 通常来讲在兔年里面 生baby天丁 或者在男年遇到他的真命天子 或者在男年里面结婚 所以老虎的人 楼翼 结果叫兔的密码 那么在我跑到那个 现在很多那个 消息喜场里面 比较现代的 好像city super之内 做得很大 那么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东西 这是外面买不到了 外面买的没有他那么好的 是什么呢 就是兔肉 兔的肉 我们同来吃牛肉 猪肉 吃羊肉 但是是很小吃那个兔肉 那个兔肉呢 它有什么好呢 它胆固醇很低的 而且那个热能不高的 所以兔肉呢 是吃这个东西 不为胖起来的 是减肥最好吃的一种肉 但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老虎吃这个兔肉呢 能够争望他的桃花 他的桃花魅力为特别大的 那么后来发现 一个老虎的女生 如果她还没有生育 结婚就还没有生育 原来只要她去兔肉呢 马上就能生baby了 那么后来我在研究 密码的时间 发现一个现象 所有出老虎的人 晚上睡觉了 都不喜欢刑房的 不喜欢刑房啊 听得懂吗 这个反应怎么差 怎么兴奋的东西 你们都不笑出来 原来他们喜欢什么呢 他们喜欢睡一阵子才播种 大概睡多少钟头呢 大概睡四个到五个钟头 在天啊 光雨还没有光的那个历史时刻 她就播种了 那个研究下来 那个原来是某时 就是早上五点到七点钟的时间 老虎总喜欢五点到七点钟的时间 叫醒她的太太 来一个播种时刻 化解她的太太早 她的老公早上 五点到七点的时间播种时刻 就是这个时间 然后一播就成功了 所以五点到七点 原来是吐的时辰 所以如果是老虎的人 要baby 简单都不得了 就是先来吃个透肉 然后呢 早上五点钟 叫一个闹钟 啦啦啦 五点钟 闹钟 五点钟 某时 然后在床头呢 玉爪雕刻一个木雕的兔 把它抱在自己手上 然后呢 身上穿一件呢 全部画了兔的公仔的衣服 然后呢 以兔的动作去刑防 跟播种 然后呢 播种的过程之中呢 然后叫你的亨女叫阿兔 这样子刻应该呢 播种一定成功了 谢谢大家 见到兔人跟他说 你灵巧聪明 悟性特强 但自我忠心 一意孤行 没有主见 而且处事不专 你这样沾算 一定吓人一跳 因为准确无比 且听李大师的进一步 接天机 那么根据我们讲下一个 生肖呢 是兔的人 讲到这个是兔的人呢 我们先去厨房啊 拿一个垃圾桶啊 垃圾啊 扫把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素兔的人啊 特别是女生呢 脾气非常透的 如果要发脾气呢 她总是把东西都乱抛的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没有 不硬了嘛 所以素兔的人啊 脾气非常厉害的 以前我硬是一个素兔的朋友啊 他是非常脾气大 他跟他老公一吵架 那个蝶就飞过去了 在餐厅也进去飞啊 那么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坐在那边 他的老公一吵架 那个蝶都飞过去了嘛 一飞过去之后他要哭啊 哭的时候跑到洗手间去啊 刚刚我们坐在这边是三位 旁边也是有三位坐在那边的 三个也是中国人在聊天 我们有三个 他也是两男一女 他也是两男一女 才能去坐 结果他进去那个洗手间啊 骂了又哭啊 哭了又骂啊 跑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啊 那个洗个粘出来之后呢 之后呢 就刚好我旁边那个座位那个人啊 那个女生也跑走了 他出来啊 莫名其妙啊 不坐在我们的座子 坐在旁边那个座子啊 原来他把眼镜拿下来 他就出来的 见到那个座子就坐啊 一直在坐下去 就坐在人家那里 那两个男生就望着他啊 为什么突然间有个人 坐在我这个座子上面呢 原来我们那个位置是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很好笑 速兔的呢 我有一个朋友啊 也是速兔的 他发现了 男生速兔跟女生速兔的是不一样 女生速兔的脾气差 男生的脾气比较好一点 只是莫名其妙 有些时间干起身的脾气 渐渐肾的发脾气 一发脾气呢 也是非常第六级第八级的 非常大的 所以速兔的人呢 只是呢 基本上速兔的人是比较脾气差 但是呢 心底非常慎良的 他不是说要害人的 还有非常对朋友非常好 那么速兔的人呢 一般来讲呢 就有两种我觉得 我们以前讲的 兔有九窝 就是兔有九个家 那么所以速兔的人呢 总是呢 同时会做很多个工作 或者很多个家庭 很多个地方都可以 落脚的 可以去的 那么 所以就变成有个讲法 速兔的人呢 比较不专情 但是我碰到很多速兔的人 他都是一分到底啊 而且非女朋友非常好 但老婆非常好啊 结果就好像不太准 原来呢 这个是引用女生上面的 女生有可能没有那么专情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速兔的人没有组见 没有组见的意思就是 他决定那件事情呢 他总是喜欢问一问旁边的人 外面旁边的人呢 给他一个意见 然后去到讲到底呢 他那个没有组见呢 都是去到底呢 他很有组见 就是要旁边那个人应同了 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 所以速兔的人呢 他基本上的性格呢 速兔的人的性格呢 都是老二的性格 什么老二的性格呢 不是老大 你给他做当老大呢 他有些时间都决定不了那个事情 你觉得很沉闷 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速兔的人呢 是很看风实力的 看风实力是什么呢 是看吹哪边风 他就跑到哪边去 你知道吗 所以速兔的人 就很pay safe的 很稳的 他不会去 去脱破的 但是 如果他看到一个机会 他会 忍门 所有的人 他跑去哪里 bo 人本上也会bo 他会冒险 然后令所有人都大惊一跳 你知道吗 然后他亏本 失败而为 速兔的人呢 是在我研究里面呢 是非常可爱 很心理线良的一个身教 但是呢 他总是会经常有一些小动作 或者有些小事情啊 会令到他 为 突然间 为 失败 或者不见很多东西 那么 速兔的人很奇怪 刚才我们讲过 兔啊 有一种兔肉 兔肉呢 在胆固水分很低 是可以吃的 除了羊肉 猪肉之外 有种兔肉 那么兔能够吃自己吗 能够兔的人 吃兔肉吗 能够的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了 兔的人 如果吃兔肉 吃自己的肉 原来是非常旺财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要投资股票的 花钱你自己 希望能够赚钱的 你去投资股票 之前速兔的 先买一个兔肉回来吃一吃 如果你不买兔肉回来吃一吃呢 你找一个生肖速兔的 摇他一口也可以 你知道吗 一个也是兔摇兔 你知道吗 这个也是的 那么去到底呢 我知道了 速兔的人 也喜欢吃自己人的 就是欺负自己人的 所以跟这个性格可能是一样 所以兔是可以吃兔的 结果是学在生肖里面 不是每个生肖 只可以吃自己 速兔的人是特别 速兔的人呢 很奇怪 他很喜欢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非常健康 那个东西是叫什么呢 就是我去日本的时间 去到那个日本的海边 他们有大量这个东西 我就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呢 我就做一个试验 就给我的附近的 撑门器友看一下这个东西 结果只有一个 速兔的出来抢了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很奇怪 只要他吃这个东西 速兔的人 他就马上中六可乐 还有马上股票为新的 都是横财运好 都不得了 所以除了吃兔日之外 兔这个人 如果走运的时间 他一定会抢这个东西 来弄那个绿豆汤的 那个就是海带 海带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好得不得了 海带这个东西 日本人吃了很多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 只是海带 吃进我们身体里面 它能够给我们很多好处 特别是使得我们 整个人的运气会好起来 因为食物是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情绪好了 整个身体的脏态好了 我们的运气 为特别人就好起来 所以这个速兔的朋友 你特别留意 海带绿豆汤对它非常好 绿豆也是可以消毒的 所以绿豆汤这个是最好 我有一个速兔的朋友 已经年轻的时代 就是我们很小的时间 我们在中湾那里住的很小的时间 他每天都去我旁边那个走楼 门口有一个老婆饼买的 就是老婆饼 老婆饼你们北方也不知道 我们在南方 有些是香港广东人 很喜欢吃那个老婆饼 老婆饼是什么 就是把老婆吃进去 这个老婆是谁呢 老婆就是用冬瓜茸做的 这是用冬瓜做一个饼 那个饼原来速兔的人 如果你已分 这个先生已分 你千万不要吃老婆饼 因为老婆饼一吃进去 你就容易找女朋友的 所以速兔的人 如果还没有结婚 那是你 你可以每天吃一个老婆饼 你就马上可以找到老婆 所以我就奇怪 为什么那个饼叫老婆饼呢 我就想了半天 原来那个老婆饼 原来是忘头发的 所以叫老婆饼 所以如果速兔的人 他还没有结婚 原来他吃老婆饼 就是那个冬瓜茸所做的那个饼 原来是忘头发的 那么除了这个是那个饼之外 原来很奇怪 冬瓜这个东西很忘速兔的 所以速兔的人 你吃个冬瓜葱 你都会非常忘你的那个桃花的 结果也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密码 这个密码是不简单 速兔的人很奇怪 每一年我们吃大螃蟹的时间 就是在秋天的时间 速兔的人特别小心 他们吃大螃蟹呢 你有没有这个反应 就是通常来讲 比较容易拉肚子 比较容易肚子痛 速兔的人对螃蟹是比较犯计的 因为大螃蟹本身是一只老虎 什么叫一只老虎呢 就是说它是人物 所以某木就是速兔的 某木碰人木就是肚子痛 所以速兔的人吃螃蟹容易肚子痛 还有吃夹木就是夹虫 夹虫不可能吃 吃着蚂蟹肯定头痛 吃着肚子痛 但是张良是夹木 所以速兔的人小心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很多北方的朋友很喜欢 刷羊肉 羊肉这个东西 对于速兔的人是又爱又真 因为本身羊这个东西 跟速兔是六颗 它本身是三颗六颗合起来的 是代表有缘分 所以速兔的人很喜欢速兔的羊 因为羊跟兔是有缘的 但是速兔的人如果吃羊肉 把它怎么好的朋友 怎么好的东西系进去 它就会发生是非官非猴角 所以在北方 如果你最近在打官司 化解力本身是非非常多 那么如果你是速兔的说法 请你最近最好不要吃羊肉 羊肉也非常危险 那么速兔的人奇怪 兔 鸡 然后老鼠跟马 这个子无谋有 在巴基下面来讲 这个叫四桃花 续个桃花 那么速兔的人 他最望桃花的时间 就是中午 十一点到一点钟 所以那个速兔的人 他要生孩子 总是要中午十一点到一点钟 都时间播种 所以在以前香港 我一个朋友 他是速兔的 还没有生 他问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十一点到一点钟的时间播种 结果他要想办 他老公想办怎么办呢 结果他就想办的时间 就溜出去一个小菜 十五分钟就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快就半可了 他说非常非常好 这个感觉非常好 同来没有的 是因为你讲那个十神播种 结果十五分钟之后 他们就回来了 两个都笑嘻嘻的 这个速兔的 原来他在马年 马时 马月 都是他的天丁的时间 所以速兔的朋友 请你留意一下 你一生人跑不掉马的 马就是跑不掉 那个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跑不掉每年的五月 还跑不掉那个五年 所以马年速兔的人 特别容易天丁结婚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速兔的人 要有baby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一个方法 就是一部车子 因为马就是车子 所以在车子里面播种呢 这个速兔的很定 生孩子了 谢谢 为鼠龙的人算命 先狠批他的性格 你好胜心强 但急之善变 形势飘忽 欠缺耐性 这十六个字 令你寂静四座 再加上大师以下的绝招传授 你一定大受欢迎 鼠龙啊 就是不简单的人 鼠龙啊 就是有一句说话 大事别有龙 就是你要做大事的时间 一定有一个龙在旁边 不一定要他工作 但是他存在了 那么 节里就能够翻云浮雨 所以速龙的人 他本身呢 在任何一个创业的过程之中 他永远不是老大 但是他一定在中间 一定在旁边 然后一个机会 一个龙一出来 所有最困难的事情 给他摆平以后 然后他就退休了 刚才我讲那个呢 就是我们的小平同志 就是树龙的 他是把树龙的性格 还有树龙的 的常数都表现得出来 所以啊 树龙的人呢 非常重要 树龙的人 他本身在任何一个传体里面 一定要有龙才可以做大 所以我发现了 一个机构里面 树猴子的 树龙的 树老鼠的 三个生肖里面 有些三个生肖 这个机构就能够做大 那么三个生肖里面呢 这个龙跟老鼠都不做的 只是树猴子做的 所以你看 所有的机构里面 做重要的事情 都是猴子的 猴子做很多事情的 做得很厉害的 全都是他打的江山 但是没有老鼠跟树龙 理由不大 理由做不大 但是他做嘛 也不是他做 他坐在那边就够了 所以树龙的朋友 很奇怪 他就能够很望主 望主 很望主 所以啊 这个小平同志 非常望毛主席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啊 我们讲 那个树龙的人的性格 大家知道 树龙的性格呢 他本身由于是龙 他可以飞天嘛 所以变成呢 他可以飞得很高 但是呢 他也可以呢 忍藏在下面 在受苦受难 但是一起来 他就可以 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在一个机构里面 树龙的人呢 有些时间非常用功 有些时间非常难度 我们讲 时肯时舵 就是有些时间 想班 有些时间不想班 有些时间回来想课 有些时间飞了 因果不为来 就是这个 所以有些树龙的也是 有些时间 每天做很多东西 有些时间 边打他都不起来 边打他都不做事情 这个就是树龙了 所以树龙本身 他可能是有一句说话叫 神龙见手不见尾 所以他永远都是给你看到一半 他永远不会令到你安安整整 舒舒服服的 他总是为在你 因为他非常舒服能刚的时间 他要突然间给一些 非常不能刚的东西 给你看到 这个就是树龙的特点 那么树龙的人 在座的要留意 树龙呢 他本身要有横财运 他要发财 跟一个东西很有关系 这个东西原来根据我们 中医学里面 就高度评价 这个食物的 这个食物叫芝麻 芝麻 所以树龙的人奇怪 他吃南方的芝麻糊 或者吃北方的芝麻汤 或者吃任何东西 放点芝麻在上面 树龙的人 莫名其妙 他就要横财了 你就把钱捧着给他了 所以树龙的人 一生年跟芝麻有缘 讲解结果 我们唐历里面 有一个法式叫佛工 佛工的法式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加食物 这个加食物 为什么呢 把那个加食物弄到 那个火里面消的时间 来可以帮助 那个人 做法式的时间 使到他可以 如果有病 不舒服 能够马上健康的 那个加食物 用什么呢 用芝麻 所以我们 这个密宗文化里面 也用芝麻来做法式 那么最近也发现 在 很多人 要查这个芝麻油 芝麻油 我们知道芝麻油 不是要来做菜的 那么他说 那个芝麻油 能够擦在身上 能够皮肤好 还有非常健康 我觉得奇怪 就看一下 原来不是我们 用的那个芝麻油 是另外提念 那个芝麻油 原来 修那个欢喜天 那个就是供芝麻油 所以芝麻是非常不简单 所以芝麻跟龙有缘 结果 是龙要柔异的 所以龙未来 如果你要创业 你要开公司 你的公司那个logo 那个商标 最好用一个芝麻 所以你这个是有巧就的 那么公司 你的名字叫芝麻 我也不反对 但是先算 先比划 那么 树龙的人 有一个东西 不能吃的 我们在西方 经常吃到 几个中午比较小吃 这个叫鹿笋 不是猪笋 它是绿色的那种 鹿笋 对于树龙的朋友 一去进去 比较容易生病 而且我也不好运 但是同是一种尖尖的 粗粗的 但是树龙的人 天生跟那个甘针 金针菜都有缘 金针菜北方怎么叫 王发菜 王发菜对树龙的朋友 一去进去 作为大旺树龙的 桃花 特别天丁 特别容易能够生孩子 而且桃花运特别好 所以树龙的朋友 基本上 他一生人 都是为比较 变化为比较多的 变化为比较多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的命运 还有性格一样 都是时好时坏 时好时坏 所以树龙的朋友 好的时间 他飞得很高 不好的时间 他为退隐的 退休的 那么再过去 我就发现 树龙的朋友很奇怪 龙这个叫神土 这个神的礼土 在霸字上面来讲 只要他一出现 这霸字里面 所有的可举都能够可藏 所以树龙的朋友 他有一个功能 就是任何人 一个团体 有人家打架的时间 只要龙去摆平他们 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这里 你就不动了 这里不动了 找树龙的人 去安抚一下 他总不会洗掉回来 他总会把事情摆平回来 所以树龙有这个特点 那么树龙呢 他本身很奇怪 他本身呢 如果他的爱情 爱情愿 如果要好 要生孩子 刚才讲了 要用金针菜 为什么金针菜呢 金针菜就是跟密码 这我们地区的 一个密码有关 那个密码呢 就是有 有就是鸡 原来鸡跟龙是可举 可举的意思就是说 树龙的朋友 放一支鸡的工艺品 在家里呢 他的朋友缘就好得不得了 而且呢 他的爱情也好得不得了 因为鸡跟龙是可举 一可就代表你能够跟人家可起来 那么第二呢 那个鸡啊 就是鸡这个东西很旺它的桃花 旺它的人缘之外呢 这个东西就算是一个鸡精 白南西鸡精刻进去 结果也信了 所以啊 鸡精啊 该进是个风水物来的 所以树龙的朋友呢 无论你刻鸡精还是不刻 总是买鸡精 放在你的那个家里 你的运就非常好 包括你煮菜也放一个鸡汤 鸡粉进去 这个也是非常好 所以啊 我们有些时间呢 跑不掉鸡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原来胎的生肖啊 都需要鸡的 其中龙是最需要鸡的 那么这个龙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 以前我上班的时间 有一个树龙的朋友 员工啊 他呢 平常不做事情 树龙嘛 他总是晚上 十一点 才偷偷围在公司里面 开工开两个钟头 结果呢 我就发现呢 原来我的老板呢 有一个食官 就是晚上吃完饭 跟人家谈完盼以后呢 总是打一个卷回公司 放点东西 然后要回去的时间 就看到这个员工 还在想办 还在工作 就以为他五点钟一直到 十一点钟还在哪边啊 结果呢 就对他印象特别好 我就跟他在一个部门里面工作 经常我是 由早上八点钟 早到晚上十点半 然后他呢 坐了怎么多钟头啊 十一个钟头 你知道吗 然后我老板娘 十一点钟就回来 他的这个人呢 就十一点钟想办 晚上 每一次都去见他 他就想办 就以为他五点钟 开工开到十一点 结果加身就加给他 他不加给我 我的四处出得很不开心 你知道吗 那么后来还有一点呢 这个人呢 我还发现他的密码 后来我就知道 他是树龙的 原来树龙的人 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钟 就是他最旺盛的两个钟头 最旺盛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两个钟头里面 他的灵感非常多 而且他创作能力非常强 就是因为那个石神 就是紫石 因为紫跟龙碰在一起呢 就会发生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龙跟老鼠跑在一起呢 就会发生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代表树龙的人 每年最旺的月份呢 就是在紫月 就是通常是国立的12月8号 到到第二年的1月5号到8号 左右节的时间 所以呢 树龙的朋友呢 每年呢 都不用工作 只要做一个月就够了 就是这10月8号 照到1月8号左右 然后每天也不用工作 只要晚上 11点到1点钟工作 就行了 所以他们呢 有几个特点的 所以在座树龙的朋友 请你晚上晚点睡觉 记得在老板的面前 你只要做两个钟头就够了 谢谢大家 为鼠蛇的人算命 只要说 你灵机敏捷 聪明辖会 耐力极强 有贯彻始终的力气 但你不听人言 我行我素 坚持己见 至胜方休 在学了大师教的 饮食改运学 你已完全攻陷了蛇人的心 好 再做哪一位 鼠蛇的 哇 蛮多 今天如果我讲 鼠蛇的朋友 这事情 鼠蛇的讲得不好 给他们打死 你知道吗 现场特别多 鼠蛇呢 它本身 在我们的八字的计算里面 那个叫字 字 字呢 本身真的像一条蛇 那么 鼠蛇的朋友呢 是我觉得 非常有天分 有天才 鼠蛇的人 奇怪 他的失恋能力非常强 有没有发现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环境 他都能够适应的 适应的原理是什么呢 如果他见到 那个塞色不对 那个降到有什么 不行的说话呢 鼠蛇呢 这位讲好话 如果见到那个地方 可以欺负的呢 他就骂 所以鼠蛇的朋友呢 他是可以看到 那个环境里面 发挥他 能强 能弱 能远 能刚 的特性 所以鼠蛇的朋友 吸引能力非常强 那么鼠蛇呢 如果你碰到他呢 你就知道 鼠蛇是怎么吃东西的 你有多大的一个老虎 都把你吞进去 也要慢慢消化 所以我的学生呢 通常都是把位置先扒好 然后慢慢学 学完也要慢慢消化 都是笔记先抄了 然后慢慢再来 总是鼠蛇的朋友呢 他是胃口蛮大的 所以东西蛮厉害的 所以慢慢把你慢慢消化 把你消融 所以鼠蛇的朋友 我非常喜欢 因为鼠蛇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呢 都是根据他们 自己的意见做事情 跟那个鼠猪的 跟那个鼠老虎的 跟鼠猴的 都是非常有主见 还有根据自己的意见 去做事情 而且通常能够做到的 所以结果就是 跟其他生肖不一样 其他生肖有多时呢 他们想的一套 做不来 鼠蛇的通常 他如果他想 他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完 如果这些事情做不完 做不来 他根本不想 怎么厉害的 所以鼠蛇呢 作为一个领导 或者作为一个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鼠蛇的呢 他通常来讲呢 是非常有魅力的 而且呢 非常能干 在我们国家呢 鼠蛇也出过领导人 那么鼠蛇呢 天生有天才的才华 所以无论他 做什么事情 做到好以外呢 他总是有点艺术的才华的 有另类的一种才华 但是鼠蛇的 就是外在一个东西上面 就是不听人言 人家讲话 鼠蛇的是永远不听你 所以鼠蛇的人 就是不听人言 除了结果不好之外 其他鼠蛇都是好的 所以鼠蛇的人非常敏锐 而且能够贯切始终 做事情能够从开始 希望做到底 他不会做到一般跑掉的 他跑一跑到一旦 打一个旋就回来了 那么 所以他本身有魅力 鼠蛇的人普遍来讲呢 口才不错的 嘴巴很厉害的 能够控制他的环境 控得非常厉害 能够控制他自己的环境以外 通常还能够控制人家的环境 所以鼠蛇呢 一般来讲 在社会上面的地位很高 鼠蛇除了不听人言之外 他还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他遇到小小的挫折 他也是为很久 才可以再起来 而且午夜梦回 为很恐惧 发生某件事情 所以鼠蛇的人他一有灾难 他整个人就非常不开心 会马上掉下来 但是有一个机会给他起来 他又再起风云 那么鼠蛇的朋友 留意几个点 刚才举手的 哪几位留意了 鼠蛇的人一般来讲 是比较喜欢财户的 比较贪钱贪财 贪钱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他比较脚达实地 它是比较现实 他不会跟你讲一些空中楼果的事情 他不喜欢 他喜欢脚大实地 所以我们难听叫贪钱 其实不是 是他喜欢财富 财富能够给他信心 给他把握 所以如果树蛇的朋友 他要有很好的财富的运 就是他的财运要特别好的说话 他有几个特点一定要有的 第一 树蛇的人一定要吃鸡肉 吃鸡肉 因为鸡能够使到树蛇的人 能够有大量的贵人来帮助他 这个是第一 所以鸡 鸡肉 鸡汤 鸡精 或者鸡精 买一些鸡精 放在家里 是树蛇的人走运的其中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 树蛇的人很奇怪 他家里一种花草树木 就好运 他不理你 是木母型的 树蛇的人很奇怪 可能是不是蛇总是在 在那个草地中跑来跑去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密码上是怎样子 树蛇的人 要发草树木 他就旺盛 那么桃花 就是树蛇的桃花 它有三个大桃花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五月 五月就是每年的六月份 每年的十月份 每年的三月份 所以树蛇 每一年霸见了三个月的桃花 树蛇的人 所以桃花是分外旺盛 男生桃花 女生桃花 都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都不适合他们的胃口 他们很容易找到女朋友 容易找到男朋友的 但是他们的胃口呢 是不放在她的样貌 也不放在她能不能干 是放在她口袋里面的 钱有多少 所以他们要找呢 也是非常困难 我见到树蛇的人啊 还没有结婚的 也有很多 那么他们要求高嘛 结果呢 我就叫她用一招 一招这个 一次用了解招之后呢 不出三个月就炸出去了 所以那个树蛇的又容易了 这样就炸不出去 是什么呢 原来树蛇的人呢 用发生脏来吃豆腐呢 就忘桃花 忘偏财 原来发生这个东西呢 不是忘每个人 原来他只忘一种人 就是忘树蛇的 那么后来我们就发现 发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啊 它本身原来 因为它是果嘛 这个硬果呢 进去以后呢 能够使到一个人呢 大量增加 它一个叫美那个东西 进去吧 就一个美 这个东西一争望呢 这个人的 马上就会 哐 就有一个紫红色的 一个光炫在他头顶里面 我们拍摄那个 那个Aura 那个照片啊 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一吃完这个花生 那么都没有光的 注蛇的进去 一吃完以后 哐 这样子就马上进个人了 这个紫色的光啊 还有一个勾了 这个欧就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把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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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对象 把它欧进来的 所以你还没有叫出去啊 你很有把握了 今天开始 发生这样 发生 还有发生那个 那个甜饼 还有发生那个 发生糖 你买一袋堆 你吃一下 然后你都发香 这样子 你要看到 你的眼睛会发亮的 一望到 这个男生你喜欢的呢 就行了 那么所以 树蛇的人呢 最好呢 多去 那个 那个 奔山区啊 还有呢 多有钱人的地方呢 里面走走 你都能够 咣 这样子 就能够找到 你的理想对象 树蛇的人呢 有两个东西 一定要吃 顺风好运 一个呢 是 燕火 不过不知道呢 燕火怎么贵啦 对不对 吃进去当然有运了 没有运怎么回事呢 树蛇的人 吃燕火 特别好运 所以啊 现在我们讲燕火 不是每个人 吃进去有运 树蛇的是 得天渡口 所以树蛇的人呢 去一个地方 非得好运 是泰国 树蛇的人 拜四面佛 去泰国 吃燕火 是走运三部局 走运三部局 就是拜四面佛 去泰国 吃燕火 三部局 回来之后 马上嫁给有钱人 结果就是树蛇的特点 树蛇的人呢 还有很奇怪 他不能吃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吃进去呢 总是找运 那么我就研究为什么 也看到他们这个现象 共通语言 其他身上没有 树蛇的 就发现这个现象 第一 树蛇的人原来很奇怪的 一次那个西瓜 咒有是非 西瓜 西瓜 西瓜是有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吃的东西 为什么呢 很奇怪 树蛇都不能吃西瓜 一次吃瓜 就发生是非 第二 树蛇的人不能吃一种肉 不是每种肉 只是结种肉 东坡肉 只是放着东坡肉 一去进去 就为破财 买股票不见钱 这钱一定什么都没有吃 一定吃东坡肉 我不是跟东坡有仇啊 但是为什么要东坡肉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发现这个密码 还有一个汤 我非常喜欢嗑的 树蛇的一嗑进去 这破财 没钱 还有呢 炒股票不见了 还有房地产又破财了 玉米汤 所以树蛇很奇怪的 莫名其妙 玉米汤 东坡肉 还有那个西瓜 一起进去 第一个饭是非 第二个要破财 都不好 所以树蛇啊 什么都好 就是树蛇 三个东西 作为出问题 树蛇的人呢 很奇怪 树蛇的人呢 一定要威风 一定要人家赞美 所以啊 刚才不是讲的吗 树老虎要赞美 树猴要赞美 树猪要赞美 树蛇要赞美 你见到这四个生肖呢 你就你要跪下来 做一个财贼 要拍到马屁 那么树蛇的人 你拍到马屁呢 他多送呢 他都会 去到最后呢 他都会给你 最好的好处 这个就是 树 那个树蛇的人呢 他一生年 原来是靠一个东西 能够拥有 他的权威的 那你们就要听了 你们要有权威 要抓权 抓权就是代表你 抓权的意思就是 抓的权力 才可以拥有财富 所以你还没有 嫁出去 未来你要抓着你老公 知道吗 所以你就难够拿到你老公的钱 所以加权呢 只是凭一个东西 就是疯狂的 吃日本的神物牛肉 吃牛肉呢 是树蛇的人啊 是一生人要记得的 什么肉都可以不吃 牛肉不能不吃 吃牛肉了 树蛇的人 周围非常发财 而且非常有权威 那么我研究下来是什么呢 牛肉这个东西很蛇派 全门 不是每个人能吃 但是如果你能够吃牛肉 通常来讲 都能够使你自护的 所以每一个地区 世界每一个地区 当它经济好的时间 它什么食物都不会起来 只有牛肉它就会起来 所以香港股票最厉害的时间 每个人都吃那个什么 什么吃那个牛肉 打佛哥 肥牛牛肉 我们国内的朋友来香港 都是肥牛打边炉最好 那个就是股票最好的时间 股票掉下来 那个牛肉通常都会牛出毛病 或者什么神物牛肉又不行 那个牛肉又不能吃了 要传染病了之类 所以树蛇的朋友 就是根据这个牛 牛肉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树蛇的人很奇怪 在车上 跟车是有仇的 树蛇 第一 树蛇的人普遍 开车不带灵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不带灵光 但是他坐在车上 他叫你怎么开我 结果就是树蛇的人最厉害的地方 其他甚至没有的 我现在还不明白 为什么树蛇的人开车 一定开不成 但是他叫人开一些 就开得非常沉 这个不知道 你告诉我吧 树蛇的人共通密码是不认输 爱记仇 且不能守秘 但做事效率高 喜欢马不停蹄 四处走动 谨记六字真言 女马远在远方 且听大师 娓娓道来真相 再做哪些人数码的 数码的朋友 今天不会太多 我们就好一点 因为数码的人 如果他要问我一个问题 我不回答他 他会追我 三个钟头都要给我回答的 非常的应征 非常的 他会追我 数码的人不服输 不守秘密 爱记仇 过分应征 快言一步 五个点 第一 不服输 数码的人 你永远都不会 不服输 他跟你比赛 他一定要把你打倒 他才行 他没有办法被你打倒 他明天又再来 明天他还没有打倒你 后天又再来 我以前应是一个数码的小朋友 小朋友 跟他去捉奖棋 下盆棋 下盆棋 我迎来他 迎来他之后 每次去他家里都拉着我 捉给 我说不可以看看电视打打球吗 不是 为什么 我输给你 我现在要捉眼 结果有一次我有意输给他了 之后他就不找我捉给 所以数码的人 如果在事业来讲 就是什么呢 他做一个事业 如果他不成功 他不会放手的 所以数码的人 他的拼劲能力很强 他总是就做事情 做不成功 不罢休 还有一个小朋友是这样子的 去跟他的家人一块去买换具 去换换据 反斗城 去买换具 去买换具 他只要那个东西 不买 不买给他 走了 买了其他的 便宜了一半 结果呢 出了出去 去着酒家吃饭了 吃到一半 他又说 我能够 你能够买刚才那个东西给我吗 结果下午回家了 坐下来看电视了 突然间跑过来 我能够买刚才那个东西吗 然后我过了几天 又跑到他家里 去打麻仗 他又来了 叔叔 你能够买当天 哪个东西给我吗 三个月之后 他还问 这个数码的人 他有这种拼尽非常好 放在事业里面 他就切而不舍地把事情做好 但是数码的人 你留意一个事情 大家 留意你旁边数码的 好像刚才那些 你留意 绝对不能跟他讲秘密 他下一分钟 已经把他宣布天下 数码的人很奇怪 这个跟为什么数码的 特别就不能熟悲悲 我解个真的 这没有办法想出来 但是结果是 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 最美的一块 他就中国古文化里面 告诉我们 就是八字神书里面 叫我们 数码的人 千万不要跟他讲秘密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祖先 五千年以来 就跟我们讲 结果是说 我们中国发明的密码 就是数码的人 不能守秘密 如果读者 和化解外面的我的朋友 有数码的反对 写信来向我抗议 看看你的码是怎么做的 为能够守秘密 然后我借鉴你之后 我相信明天全中国就去到了 因为你不能守秘密 对不对 记仇 数码记仇 跟他有仇怨 跟他有什么 他就记你一生一世 结果我哪天没有买东西 给他那个小孩 以后就不见到我就不踩我了 为什么 记仇 我醉了他三个月 他不买换具给我 是以为记仇的 所以数码的人 我觉得非常认真 好认真 所以我的地址里面 如果数码的修行 通常都修不来 为什么 他们放不开 放不下 不自在 很顾忌 所以没有办法 观空 观空 风鬼 谁都咬我 所以数码的人 总是太认真 太投入 所以数码的人 我觉得 从八字下面 我们研究有理由 因为码是五 五是什么 是佛跟泥土 佛跟泥土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多佛 就是代表这个人是发热 神经病的 佛多 所以发热 为什么仅是 古灵精怪 认想东西 佛跟泥土一多 结果人就顾忌 所以码的人 为什么 怎么顾忌呢 可能是因为他的佛 跟泥土太多 为什么他怎么认真 就是因为他佛多 所以他经常是发热 神经病 就是经常 唯有冲动去做事情 所以数码的人 在一个机扣里面 给他去打仗 最好 如果有机会 我洗掉的更好 数码的经常是烈士 你知道吗 烈士是什么 你只会洗掉的 所以数码的人 冲啊冲啊冲啊 冲啊死掉 也没所谓 他跟数鸡的是一对的 数鸡的人也是 去冲啊冲 也要洗掉 很舒服 所以烈士里面的生肖 都是数码 都是数鸡的 结果就是这么奇妙 那么数码的人 他本身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他本身很容易 交野是非官非 因为他要冲啊 要打 而且他很强气 经常要抓着那个东西 不放啊 所以他经常喜欢打官司的 他打官司没有压力 为什么 他又跟他聘 我要拿他 他会很有时间 很有金钱 帮人打官非 所以数码的人 一遇到 那个密码 就是什么 吃一个蛇根 吃一个东坡肉 他就有官非 是非 其他的没有 所以数码的人 不能吃蛇肉 那么数码的人 是天生 就是 直无某有的四大长生 也是四大桃花之一 所以数码的人 基本上是桃花旺生 他桃花旺生的什么程度呢 他喜欢同居 不喜欢结婚 所以我有个朋友 数码的 他是同居三四年了 他的 他的同居女友 已经由黑发变白发了 他还不愿意结婚 结果就是数码的特点 因为数码是什么呢 数码是喜欢很奔放很自由 所以他不愿意结婚 那么 所以数码的人的桃花密码在哪里呢 只要有鸡 能够给他吃 他就有桃花了 所以数码的人一吃鸡 就有桃花 所以数码的人 只要几个世界 那个鸡肉全部不准吃了 那个马都没有桃花了 否则数码桃花非常旺 数码有一个特点 是我有一个干女儿 很小 她是数码的 我就跟她讲 这个数码的小孩 很容易带什么 女马圆在远方 什么叫女马圆在远方呢 女圣的马的缘分 总是在远方 比如说国内 如果你是一个数码的女生 女生数码的呢 你很简单 很小呢 她就很向往 去欧洲 去英国 去美国 大一点就跟你说 我要移民了 我要跑去外国念书了 原来我跟你讲 马一跑到外面去 她就好运好得不得了 但是女生的马 如果在自己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里面 生活呢 就总是为 What what but the ci 不得志 不开心的 所以啊 根据我的调查 八次命理调查 嫁给外国人的 中国人的女生 一数码的生肖最多 因为数码的女生 通常都像一只马 这个样貌 你接到吗 所以那个外国人 见到那个马的女 特别喜爱 知道吗 同时高高的 头长长的 通常都是像马一样的 所以啊 还有他们是 非常的应征 长期呢 那个老外 听了两句呢 就不理他了 是这样子的 老外也是 非常有礼望对他 所以数码的女生 嫁给外国人 也是蛮多 那么数码移民的数目 也是最多 数码在外国出去之后 不回国 也是最多 所以如果你生一个数码的女生 你都反正怎样子 你又给他嫁给老外吧 结果是他的命运 这个没有办法调整的 老外很奇怪 他只喜欢西方人 就是白皮肤的 不喜欢日本人 不喜欢其他非洲人 都不喜欢的 只嫁给白皮肤的 这个是数码的特点 数码的人呢 如果越到马这个时辰 马的时辰是什么呢 就是中午11点到1点 这个数码的人呢 他的头脑都不清醒 卷牛角尖 所以数码的人呢 你要跟他聊天 跟他发挥他的才华呢 你绝对不能在中午12点到1点钟 一定要在上午3点后中 所以数码的人呢 基本上如果他是员工啊 你根本不用跟他开会的 是什么呢 3点后中才跟他开会 千万不要中午跟他谈话 他都固执都不得了 而且没有东西 为什么呢 刚才我讲了 马就是火跟泥土太多 所以中午的时间 也是佛土的时间 所以节省时间 他发挥不了东西出来的 这个很奇怪 所以数码的人通常来讲呢 睡到非常晚 越晚越精神 越晚越多东西 还有他是属于3点后中的人 所以如果你的老板是数码的 那么你就跟他安排那个会议呢 是安排下午3点后中的会议呢 那么很快就谈完了 如果你安排那个会议的是 中午12点的死定的 那个事情都没完的 还有他会回来骂你的 所以节省特别留意 我硬是怎么码多码的人 然后我们把他的靶子打开 我就发现数码的人呢 有几个很特别的特点 第一数码的人 一马带动 永远是在深月 什么叫深月呢 就是永远都是在秋天一来 数码的人就跑了 秋天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年的8月份开始 数码的就要跑两三个月的一马 一马包括 数码就很简单 刚才那个朋友你挑一下 你以前奔家奔屋的一定是在猴年 你以前赚工的一定是每年8月到9月 而且你一定跟孙悟空 跟猴子有缘 一见到这个东西就跑了 所以数码的人要旅游很简单的 放一个猴子在他的床头 就马上每年8月份就去旅游 旅游两三个月就这样子 所以数码的朋友呢 这个一马大洞是在身 这个是非常准确 桃花是在鸡的宫位 这个非常准确 颜游券牛角尖 就是头脑不清醒 在中午马这个时辰 非常准确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准确的 就是数码的人 要起戏灵门 催忘他的财富 而且每天笑嘻嘻 数码的人如果你要他笑嘻嘻呢 你只要请他喝一个绿豆汤 或者买一个绿豆饼给他 他对绿豆是马最需要这个东西 结果我也不知道 养马的人就没有给绿豆给他们吃 我也不知道 但是人是数码的呢 这莫名其妙对绿豆为深情 而且吃了这个东西为笑嘻嘻的 数码还有一点 永远都是皮肤白白的 而且有点洁癖的 而且怪怪的 所以数码的人天生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我有一个朋友数码的 他就来讲我 他说我怎么可以大发财 大发财 我就把我数码的所有的客人 这资料再看一遍 我就发现一个共同现象 数码的人只要刻一个汤 全部发财 全部占大钱 一不刻那个汤 股票掉下来 怎么严重 所以我跟你讲 数码的朋友 如果你要发财 你就要刻这个汤 这个汤是什么呢 其他人不能刻的 我是讲竹马的 南瓜汤 南瓜汤这个汤呢 我们叫富贵之汤 我在开玩笑 跟你讲说你不能刻 其实每个人都要刻这个汤 南瓜汤是富贵之汤 如果你不富贵 你不会刻这个汤 所以我们先刻完这个汤 才富贵 知道吗 不要不刻 所以富贵之汤是马 最重要的富贵之汤 这个叫发达汤 所以如果我有钱 我一定会出一个汤 卖给你们刻 这个汤叫发达汤 里面就是南瓜汤 你要不要刻 谢谢 被属羊的人算命 你这样说 外表温纯 不爱与人争斗 忍耐力强 但内心极刚强 有巨大生命力 缺点是多愁善感 情绪过敏 一定准 还有哪些更准确的呢 那么我们学这个学生肖呢 我们一定有点八字的基础 八字的基础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生肖 他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 或者他本身当令还是不当令 是跟他本身这个质的五行有关的 譬如现在我们讲述羊的 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胃 胃土 这个胃土里面 它本身有火 有泥土 也有木头 所以它变成了 有木有火有泥土的一个密码 所以变成了很多人 他生在冬天的 或者他本身是一块西梨 一块梨放在水里面的 比如说指手这个密码 或者本身是亥 就是水跟木头的 都是冷冷的 比如说生子神可水局 或者本身是金的 比如说那个自由丑这个密码 结一批的冷冷的 全部一见到羊 就觉得温暖 所以树羊的人呢 天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树羊的人能够给很多温暖给人家的 所以树羊的人一般来讲 他的写教的生活 一般是比较受欢迎的 化解本身他的发明就叫老师 化解他的发明就是 就是大家很喜欢他 因为树羊的人他天生 就是他里面有 刚才讲的这三个密码 如果他本身身的规矩 是在春天跟夏天的说话 这种的密码 很温暖 很给那个散热 散冷的 冷寒的 这种能力是最大的 所以在座树羊的人 哪几位 一男一女 那么树羊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这个准不准 第一 树羊的人是比较温存 大家同意吗 同意 那么树羊的人比较温存 而是树羊的人一般来讲 比较孝训 比较孝训 那么树羊这个孝训的故事呢 就是说树羊的动物 它吃妈妈的奶的时间 原来它是跪在哪里 吃妈妈的奶的 所以是代表它非常孝训 这个是通过的 那么第三 就是树羊的人的 眼泪的能力很强 这个大家同意吗 就是 譬如说有一些人 他的发明机 没有人类的能力 树羊的人 你怎么骂他 他都会笑嘻嘻 对不对 结果树羊不笑出来 不会笑嘻嘻 但是总是为眼泪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树羊的人 他本身 因为他羊毛 我们说羊毛 他是要弄下来 给你温暖 所以变成 他把自己的东西 割下来去给你 所以树羊的人 一般来讲 有不失之心 就比较容易 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树羊的人 有一种舍己为人 不带自私的一种情意解 这个树羊的特点 但是树羊 我碰到怎么多呢 总是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树羊的人 比较多愁现感 而且比较有一种 不调和 不舒服 比较逼关那种情意解 通常都比较想到 不好的事情 然后令到自己 痛苦本身 然后我发现 那个东西原来是不急 一讲的 就是所以树羊的人 就非常敏感 你跟树羊的人 千万不要量转化 你跟他讲一句说话 他为记得在老海里面 特别是不好的说话 你跟他讲了以后 他为几天都不开心 就是因为你讲了哪一句 后来你告诉他 原来他哪天 你是跟他开玩笑的 原来他惨了 他在三天里面都没有睡过 所以树羊的人 他本身天生 是非常能够有做人的心的 帮助人的 所以有一个孩子 他本身树羊的说话 基本上你不要太担心 他为外 他为不好 而且他为比较能够 关教家庭 能够关教朋友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 树羊的年纪为朋友 就靠近一下 树羊是男生没有这个现象 将近女生树羊的 很多都是都为堕落封城 在封城里面的 女子里面很多树羊 这个很奇怪 我就不明白 以后他们的皮肤 总是白白的 好像一个白羊一样 这个就是树羊的人的特点 所以树羊的特点 可能他们有一个不思之心 所以到夜中会里面 经常不思 他的感情跟爱 给一些苦海的男人 这个现象 我现在也莫名其妙 好了 树羊的朋友 要走运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第一 树羊的人 以后走桃花运的说话不难 因为树羊的人他不是 忍耐力强 所以树羊的桃花也是非常旺盛 特别你很喜欢吃发生糖 你的桃花就非常旺 所以树羊的朋友有一天跟我讲 他说他已经结婚了 不愿意去桃花 但是莫名其妙 每一次有些朋友去澳门回来 总是送发生糖给他吃 他又忍不住 一吃完那个发生糖之后 就有一个女生对他有好感 所以发生糖我跟你讲你不要乱吃 发生糖是桃花王 吃了这个桃花生糖不是树羊 每个人吃发生糖都会叫忘桃花 所以去澳门如果你没有桃花 你去澳门就每天吃那个发生糖 结果那个书发生糖那个老板看中你 你都发财了 澳门书发生糖最厉害那个聚集的老板 还有他的儿子 还有他的一代配 哇哀想你你发财了聚集 这个生意怎么好 所以这个是发生糖很奇怪 对于树羊的朋友就是发生 是叫桃花的非常厉害 那么树羊的人 红卵心动就需要结婚 也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吃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潮州菜里面的 那个那个坟场 鹅场 大场 吃场上的东西 树羊的人就知道桃花断 桃花冻得很厉害 那么树羊的朋友呢 桃花爱情很强 但是他们不知道 有一种东西 忘他们忘得非常厉害 就是一个树羊的人 跑去一个 第四里洛园里面玩 他总是很容易应识到对象 为什么呢 第四里洛园里面 就很多迷奇老鼠 迷奇老鼠 就是树羊的桃花密码 甚至于它是 他的性爱密码 所以树羊的朋友 你就比较进场 什么进场呢 你要使到你太太要baby 很简单 晚上11点到1点 进场的播种时间 其他的生肖不进场 你是非常进场 11点到1点进场 11点到1点进场的 刑房时间 树羊的就能够播种 所以这个子子 就是它的桃花密码 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你去第四流洛园 其实是一个改运 是到底好运 或者不好运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需要八字下面的子水 这个子水 那么通常来讲就好运 一般来讲要子水的人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是在年中出生的人 就是五月到八月出生的人 都要去第四流洛园的 那么树羊的人 这是在五月到八月出生的这个月份 化解树羊本身 也是去第四流洛园 就能够给你很多水来滋润你 不愿那么热 这个就是子子 树羊的人 跟树蛇的人 是有解不开的缘 等如树羊的人 跟树马的人 也是有解不开的缘 树羊跟树马 如果有机会一碰在一起 他们可做的机会会非常大 所以树羊的人身边 总是有几个树马的人 但是树羊的人 一碰到树蛇的人 就非常好了 因为树跟羊 也是在树举里面在一起的 原来在我们八字神树里面 树羊的人一碰到蛇 就是他的一马公 所以这位先生很奇怪 你树羊 你碰到树蛇的 你就能够去旅游的了 所以你找找你旁边 搞旅游的那个朋友 全部都是树蛇的 你留意 那么所以你见了他 就去旅游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密码 所以我们中国全能文化里面 有太多的秘密 我们应该把它弄出来 你以为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好像树羊这位先生 你要发财 其实非常简单 在八字下面来讲 你多吃油菜就可以了 你多吃菜就发财 这么简单 因为你的金贵工就是你的财工 就是在一个菜的宫里面 一个吃的菜的宫里面 所以你吃素菜 发现你每天吃个菜 原来是帮助你 催忘你的财富的 不是每个生肖是这样子的 树羊竟然有这个密码 所以树羊的人一般来讲 他们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他们总是非常有钱 原因就是在几个地方 因为谁能抗拒不吃菜呢 所以这个就是密码的特点 第二呢 这个菜除了吃进去 能够食到你能够发财之外 我们八字下面 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 叫解神 改神 解开的神 解神 这个解神的密码 在树羊的朋友来讲 就是吃菜就是解神 就是除了发财之外 而且能够解开所有的灾难 所以树羊的人 你们同不同意 总是逼关 不开心 但是总是逢空发迹 因为只要有菜 它就能够解开 所以我现在想出来了 为什么树羊的总是吃草 可能这个草跟羊 就是天生有关系 它把身上的毛 全部送给人家 那个离草就爱想它了 你怎么好 我就把我奉献给你吧 然后那个草一吃进去 它又发财 它又把所有的灾难就解开了 所以树羊的人 如果你真的没有孕的说 马上到后发院里面吃点草 树羊的人奇怪 跟龙也是非常有缘分 所以树羊的人很指望吃 跟龙有关的水果 比如说龙眼 比如说火龙果 只要两个东西一吃进去不得了 肯定非常好运 那么树羊的人除了吃草以外 差不多所有在草地里面 建到的瓜果 那些吃都非常好运 比如说我们看到树羊的人 他吃乌鲁瓜 为拖人间走运 吃青椒为非常轻松 就是吃辣椒为轻松 就是跟吃草的原理一样 吃个草 吃个菜 他就能够走运 他能够解开所有的不开心 然后他吃 差不多每一个他都能够成功 所以树羊的人可能 他把心上的毛 把它送给朋友 他自己就能够有草来帮助他 所以很奇怪 树羊的人 他一穿毛衣 做生命 为什么呢 他的毛是要来送给人家 他不是送给你自己的吧 你反过来行 你这个毛你不送给人家 你自己拿人家的羊的羊毛 披在自己的身上 你就生病 你就不好运 所以记得树羊的朋友 我曾经有个朋友 他去日门旅游的时间 住在圆树那个地方 就见到有个店是捐卖羊毛的 他是住羊的 然后他见到那个店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每件羊毛的衣服都是用手来偏的 他就见到一个女生在哪里在弄羊毛衣服 非常漂亮 结果就坐在哪边等他 等了三个钟头 然后把那个衣服做好了 他就买那个衣服 马上穿在身上 一穿在身上 他连续走了三个月的霉运 一回香港 马上撞车 整个车翻过来 然后马上肚子一痛 到医院去check一下 马上发现肠胃炎 还是八号风球去的 他说 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月 其中一个战案就跑掉 一穿那个衣服 马上倒起来 那么后来呢 他就跟我讲 这件事情我就奇怪 为什么呢 我就问他 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 唯一的特点 就是我去日本买的衣服回来 我说你拿给我看 我一看那个衣服的时间 我就知道 因为那个是羊毛 你住羊的 你一穿圆毛的衣服 你总是很麻烦 还有一点 这个不是八字 就是我看那个衣服的时间 我觉得那个衣服里面的磁场怪怪的 我就问他 谁帮你弄这个衣服 他说一个女生 我就想一个灵感 我说 那个女的 很定很定 是大肚子 他说 哎呀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他大肚子呢 他没有跟我讲 他说 跟我讲这个事情 我不问他不知道 我说 因为问题也是 甚至他大肚子 我说他可能生效 分分钟也是输羊的 他把身上那个羊毛送给你 然后呢 他的肚子 也要把所有的毛送给你 然后这个东西 刚好你输羊的 羊是不能拿羊的东西 如果你生的儿子呢 你的儿子在肚子上呢 就是更不能拿你的羊毛走 所以你的拿错了羊毛了 所以输羊的朋友呢 就有几个 什么古灵精怪的事情发生 记得输羊的人 不能穿羊毛 但是 但是 能够开羊毛店 你看一个羊毛店 每天把羊毛卖给人家 你的生意就好 所以这位先生 你还蛮要创业的 你就去开一个店 创卖羊毛给人家 以前我有一个 住在一个房子的旁边 我住在47号 他住在49号 那个人 他本身就是做羊毛商业的 然后呢 这个夫妻啊 每天想办都是做羊毛 做得非常好 发财 发得非常厉害 我算他的命的时间 他们两个都是登在冬天 现在冬天的人 做羊毛商业 也是那个男的素羊的 原来 就是把那个羊毛精彩卖出去 结果就非常好生意 而且成为啊 在中区里面 最多人买羊毛的一个店 原理就是结理 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下来 就发现这个现象 住羊的人很奇怪 他的翼马的宫位 是在蛇这个位置 所以树羊的朋友 你要翼马宫要走 就是树蛇 但是最奇怪还有一点 就是树羊的人 只要你叫他叫阿蛇 那么他就马上去旅游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蛇 这个蛇字 跟一条蛇的音是同音的 所以树羊的人也叫他阿蛇 他就马上有三个动作为做 第一 奔家 第二 星基 第三 去旅游 所以英文这个阿蛇 原来是蛇来的 如果你是记蛇的 是绝对不能叫阿蛇的 阿蛇这个名字要小心 那么树羊的最后 他的贵人来自哪里呢 这是你的贵人来自哪里呢 你想也想不到 贵人是来自一个花子 花草树木的花子 为什么呢 那个花子里面就有一个密码叫某木 某木是兔 树羊的人的贵人就是兔 所以一生人一定有一个很重要兔的人 影响着你 化解帮助你 然后那个兔的密码 我们把那个某字把它写出来 姓楼的有一个某字 所以姓楼的人跟那里 你有不解之缘 然后那个某字是有一个花字 那么有一个叫阿花的人 曾经影响到你 不得了 然后因为他的灵感 你以为创业 我发现你会做一件非常发展的事情 最后你一定有个朋友 叫阿花 能够影响你非常厉害 你回去好好想想 刚才我讲的准不准 好不好 属猴的共读密码是 机灵敏捷 决断力高 聚狭义心 意诚领袖 猴人好胜心强 聚全力欲 但做事欠缺耐性和毅力 如何能够增进猴人的制胜机会 且听李大师有何好方法 李派长 李派长怎么厉害 一定是属猴的 因为属猴的人 他精力十足 你有没有发现 属猴的人 他能够经常做事情 都不用休息 属猴的人 是精力十足 在我身边的很多属猴的人 他们都是精力十足的 每天不用睡觉做事情 所以属猴的人 他本身刚才讲过 我们要把祸属猴的密码 那个叫生 生跟人就是老虎 是猴子老虎 老虎所以也是精力十足的 也是下班 也是拿东西回家里做的 那个猪跟蛇也是精力十足的 一早早上起床就跑到去工作 晚上才回来 好像不用睡觉 也可以说 人生自害这四种生肖的人 他根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睡觉很短 都能够recover 所以在进一步来讲 就是点细个生肖 柔度他睡得好 睡得好 基本上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肺功能健康 你就睡得好 如果你肺功能不健康 你就失眠 化解你每天在睡八个钟头 但是精神不好 就是你有睡眠知识境 所以怎样子 我们就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古文化密码里面 大胆地讲一句 就是说 人生自害生肖的人 他们的肺功能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他们睡得很短 而且精力十足的原因 就是他们经常能够吸收到非常好的氧气 所以通常来讲 节肿人如果有佛灾的时间 他们最后逃离现场都不会洗掉 所以节肿人最好是做什么呢 如果我是消防员的队长 我挑消防员 一定挑人生自害 这四个生肖的人当消防局的局长 化解去现场 去揉手到最后一分一秒 他肯定不会洗掉 那么所以说好的人 他精力十足的 但是他不会当消防员 刚才我讲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没有安全感 书猴子是没有安全感的 经常都觉得这个世界还会发生问题 还会很多灾难 他的事业多多钱 他每天还在想怎么可以抓多一点 他不会有一种很安裕的很舒服的感觉 总是要找点东西来令自己奋斗 令自己安全一点 所以书猴的人习惯经常还净收 还在念书 还在学习 永远都没平下来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所以叫他去佛厂里面救人 他自己总是有一种没有安全感 这个可能就不行 但是书猴有一个特点 他很喜欢降狱救人的 我以前熟悉一个书猴的上司 他平常非常好强 精力十足 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但是很奇怪 我有一些跟他去旅游的时间 他见到一个老婆婆拿东西拿得很辛苦 他会跑到他面前帮他拿那个东西帮忙的 其实这个结果我很意外 你知道吗 因为很肝 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会做呢 他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 他会突然间有一种仗义救人的这种心态 这个就是术猴的特点 实际有点是狭义精神 合义精神 这个术猴的 但是术猴的人很奇怪 他的头顶 你看他的头顶 你看他的头顶 多了一条天线 这个天线是什么呢 他很凭他的计较做事情 以前我硬是术猴的一个老板 什么叫计较呢 就是你要事情要他决定 他决定的东西很sharp 一看就知道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全准了 但是如果你给他 你拿回你的脂肪 你慢慢研究吧 他一研究呢 他就没有他的脊脚了 他就研究结本天 结结本天 结果结果又不好 结果可能很好 结果可能很不好 结果可能又非常好 结果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之下 一天叫你问他 哪一个好的 他就决定不了了 所以术猴的人 他一生人的决定 刚才要你为了 就是你要买房子 你去到一院现场 你要灵感要买的 你就马上买 千万不要拖拖拉拉 也千万不要旁边的人 要很小心处理术猴的 他一看到 一好 一shop要买 马上就付钱 你不要给他 慢慢想一下 慢慢想他就不买的了 他会错过赚钱的机会 所以术猴的人 是唯一一个生肖 他要以快打慢 他不能以慢打快的 一定要很快决定 就对 慢决定 就绝对不对 结果是术猴特有的特点 那么术猴的人 是非常好增强的 非常好增强的 有外衣 还有术猴的人 在一个传统里面 他永远都要表现自己 都要出点风头的 特别是男生 现在我们这个女生还好 如果有一个男生在节里 如果是小孩 他总是要跑出来 打这个耕斗给你看看 或者在节里唱首歌 这个是什么 不用讲了 一定是术猴的生肖 术猴的人总是希望 去出风头敞镜头 所以术猴的人 很多人是做电影明星的 就是出位 出头 所以结果呢 也是令到术猴的人 是非常好墙 就是要No.1 要打仗 要OK 要威风 所以术猴的人 天生是王爷命 王爷命的意思就是说 天生不是王帝 是王爷命 为什么他不能当王帝呢 原因就是刚才讲的 他一慢起来 他的疑心就非常强 所以他只可以快 不能慢 一慢就吃亏了 还有一点呢 术猴的人在我过去 看这个客人里面 很多在股票市场 死掉的就是术猴的 赢了一个天下回来的 也是术猴的 所以术猴的人是大起大跌 然后才来才去 死掉要回来 回来再死掉 所以术猴的人 他一生年都不违应错的 因为他永远在作战 所以这个就是术猴最可爱的地方 有人说术猴的人一般来讲 是比较好桃花的 特别是男生 不知道他在座有没有朋友 是男生术猴的 或者你碰到男生老公 术猴的 或者你见到一个男生术猴的 术猴的是不是比较好生 结果要考虑一下 但是肯定我告诉你 术猴的老公 他总是喜欢骗他的太太 结果我见太多了 如果你反对可以写心来骂我 我见到术猴的很多老公 他对太太非常好 因为他需要一个太太 他需要一个太太给他 因为每个人都有太太 他不可以没有 这个是面子的问题 所以人有他总是要有的 但是他总是除了太太之外 不能满足他的这个爱情 所以他总是 我骗着他太太 另外还有小猜 我因此一个术猴的朋友 可能也是比较特点 他总是跟他太太说 他公司很忙 他公司其实不忙 但是他要办到很忙 有的跟他讲 我现在公司很忙 要多开一个公司 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他真的在哪里 就开了一个公司 那么他根本没有工作做 为什么开了一个公司呢 原来在公司的楼下 就是他的儿奈住的地方 所以他每天想办的时间 顺便就可以去儿奈的哪个地方 喝个汤是这样子的 这个术猴的 然后他骗着 他太太骗得非常好 所以就令到我对猴的男生 有点不好的印象 所以不好先 可能其他的猴是比较好的 但是奇怪 术猴的人 一颗酒呢 他就什么外事都做了 一颗酒啊 术猴的人一颗酒呢 什么外事都会做的 所以术猴的人呢 一颗酒就会变了他的性格 所以术猴的人呢 很奇怪的 他是什么王爷命以外呢 术猴的女生也是能喝 而且术猴的女生是怎样 指我 越老越风光 越老越漂亮的 十月生肖里面只有术猴的女生 是越老越有风采 她不是一定漂亮 她是有风采 所以术猴的女生 通常来讲 如果你见到一个老人家 跑来是女生 很有风采呢 你可以预言她一定术猴的 所以术猴的女生 非常有风采 不一定漂亮 但是她是越老越有风采 这个就是术猴 术猴很奇怪 如果是男跟女 都是跟一个美丽的美字有缘 如果一个男生 见到一个术猴的男生 见到一个女生 她的名字有个美字呢 她不美也喜欢她 相不相信 另外一个字 她写定的 就是宜字 就是挤人旁 做一个意气的意 术猴的人死在这两个字里面 所以如果有一个女生 叫美宜 一见那个术猴的 很令她追求你三条街 为什么要这个密码呢 我不知道 我只告诉你 在我客人的密码里面 我就找到这个公通 后来我就明白了 原来那个美字 跟那个宜字 有一个公通 里面藏着一个字 就是羊字 就是羊字 原来术猴的人 碰到术羊的人 挥解术羊的声效 她会产生三个非心 一个是天喜心 天喜心就非常喜爱 第二 桃花心 第三个 天丁心 三个心都是跟羊 这个字有关的 难怪她见到美宜 又想到生孩子 又想到结婚 又想到做喜事 原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术猴子要留意这个字 这个字是为你带来幸福的 那么术猴的 因为她本身 事业型 男男女女都是事业型 如果是一个女的 她就嫁给老公 很奇怪 她老公马上就会发财 如果是男丁树猴的 她事业为重 她的权位都靠一个字 就是靠一个龙字 所以龙或者神在一个猴子的男女的身边 都是一个重要的密码 所以一个人叫阿龙 见到一个树猴的人 那个树猴的人就马上好运 那个好运是什么 是全卫星 全卫星就是猴子马上拿拳 而且非常风光 树猴子很可爱 她本身要她开心很简单 树猴的人带鱼带肉 去挪肉 她就开心 所以树猴的人你叫她吃素菜不可能 她应该带鱼带肉这样子吃 虽然她吃菜 她有贵人运 她也吃肉 吃菜 什么都吃 但是由于羊 对猴子是最好的 最有关系的 所以猴子一生人都要吃羊肉 她才好运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 那么我的台湾朋友又来了 他一来的时间 他总是会送一个东西给我 我永远不吃 那个东西叫乌鱼籽 大家知道乌鱼籽是什么吗 是乌鱼籽那个红红的 一大排的干干的乌鱼籽 我总是会把它送给我以前的老板 那个老板非常开心 他打开那个冰箱里面 全是乌鱼籽 所以这个乌鱼籽为什么 他吃了怎么疯狂呢 后来我们算八字的一算 怪不得 原来猴子遇到乌鱼籽 发大财 他开始吃乌鱼籽的时间 是因为那段时间 在跟台湾那个朋友做生意 然后那个朋友就送乌鱼籽给他 那个疏猴的朋友 就开始去那个老板 就开始吃乌鱼籽 一吃的时间 那个股票兴起来 然后他就马上去买房子 买房子之后呢 就马上投资地产 然后又占大钱 从地产里面占了几个一 就是因为这个乌鱼籽 后来呢 我就发现他另外一个东西 我跟他在台湾 一个鸡家庄吃饭的时间 他进去的时间 他就什么鸡肉 他吃之外 他点了一个菜 我永远不吃了 他点了一个鸡籽 该鸡 我就奇怪为什么他吃这个 后来我要帮他算一下 他吃鸡籽原来是什么呢 是他的代财心 怪不得他吃了乌鱼籽 还有那个鸡籽之后 他怎么发财 那么后来我帮自己呢 也算一下 我看看那个鸡籽 忘不忘我呢 结果一算的时间 发现他是文昌星 我大力吃这个东西 但是我见到那个东西 我吃不下去 因为那个东西 你一想是鸡里面的纸 你现在还有那个圆圆 那个啵啵的样子 还有很恐怖的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后来有一天 我就跟我妈妈聊天 跟我妈妈说 我说我 哎呀这个鸡籽啊 非常好的 但忘我都文昌星了 如果我每天吃鸡籽啊 我中国内地里面的书 全部出版每一本 都卖一百万车 所以我妈妈就 很平静地跟我讲 她说 你根本就是生在鸡籽上面 我说为什么 她说 你出生那个地方 它是卖鸡蛋 然后呢 我就在哪里生你 所以呢 鸡蛋就是鸡的子嘛 所以只是你出生的地方 旁边全都是鸡籽 所以你今天才有这个运 能够写这个运情书 怎么卖钱 而且怎么多人看你的书 是因为我的功能了 她说 树鸡的命运是 自得其乐 淡泊名利 只热衷于追求自己的理想 银行存者永远献赤字 缺点是 鸡人眼高手低 是英雄 可惜是悲剧的 如何反败为胜 只有大师能说出各种真相 树鸡的朋友呢 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就是无论她的事业怎么困难 或者她的爱情生活怎么风光 或者不风光 她总是会躲在她积极的一个位置里面 去享受 或者做她自己做的东西 这个是十月生肖没有的 十月生肖里面只有鸡 是因为躲在自己的小小的山洞里面 去做她的东西 你看树鸡的就有几个怪 所以树鸡的人 他能够自得其乐 对金钱看得很淡 树鸡的人不要钱 反过来讲 他付钱给你的 他不要钱 所以树鸡的人不相业的 所以做生意很虚亏的 他总是不开单 所以一定要找旁边一个会计小姐帮他开单 否则说他永远都不要去抓钱 为什么呢 因为树鸡的人根本就是最伟大的烈士 烈士就是有什么要死的地方他就跑去了 所以在王花光吃水二烈士里面 我相信很多树鸡的 因为他是为理想 只要他是理想是好的 他为牺牲生命他也要去 我有一个树鸡的朋友非常可爱 我要建一个寺庙 他就去帮我盖了 盖的时间 那个寺庙盖好以后 他是树鸡的 他就跟我讲 他说幸好还没有死掉 我说为什么 他说盖寺庙总是要死个人的 我说是吗 他说我本来是打算为你死掉的 就是我 所以我帮你盖这个佛堂 他是树鸡的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树鸡天生是一个似死如归的人 他不也怕死的 只要他喜欢 他喜欢当烈士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树鸡有这种性格之后 我们发现树鸡不带计较他有没有运 实质上树鸡一般都没有运 在我认识的这么多的朋友 还有我算这个多命怎么多里面 树鸡的人能够非常发财 非常好运 非常成功的 见的比率不算很多 但是虽然如此 树鸡人是最受欢迎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最能够跟你什么都能够谈 而且没有什么献祭 没有什么兼 没有什么并改 就是你可以跟他在什么地方 聊天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只要他开心 什么都可以 所以树鸡人是天生 是一种好朋友 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树鸡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劣势 他可以帮你挡任何一个事情 所以好好利用鸡就是成功人士的毕决 所以一个成功人士旁边总有一个鸡是来吸附的 因为他不计较所以你不用付钱 他也每天坐在你旁边帮忙 所以西西非常可爱 但是他喜欢自由 你不能错过他 如果错过他 他就没有精彩 没有他精彩的东西 所以自由 自由是树鸡的人 最重要的一个典力 给他自由 给他无限的去做他的事情 他会做得非常用功 他会做得非常拼命 但是出来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树鸡的人 他是有应该 他有一个很不好的 也是好的一个秘密 就是他的银行里面 那个全街永远都是厕制的 永远都是付出很多钱 他钱全发光了 所以树鸡的人 是我们身边里面最可爱 树鸡的人要发财 其实有一个秘密 不过他自己不知道 树鸡的人跟兔一样 要吃自己 吃自己的意思是怎么呢 就是把自己咬一下 是树鸡的人吃鸡就是了 所以只要树鸡的人 愿意吃大量的鸡 他就能够发财 他就能够有钱 所以树鸡的人 买股票的时间之前 最好先吃个鸡腿 拿这个鸡腿进去 那个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买股票 这个分外好 所以为什么中国就有 肯德基 肯德基就是为鸡生效服务的 就是有肯德基越多的地方 树鸡的人就越发财 所以树鸡的人 第一个应该感恩的 就是中国有节目的肯德基 所以肯德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树鸡的人 他住在肯德基的旁边 他的店在肯德基的对面做发财 我有一个树鸡的客人 他唯一一个发财发的最厉害 我就奇怪为什么发财 后来他跑到他的公司一看 原来他公司对面就是做改经的 这是基金的一个生产床 所以他又犹豫见到基都发财 所以每天对面就把用运进很多基进去 你要把基提炼 要变成基金 所以他变成这个非常发财 所以树鸡的人很简单 你就去街上搅鸡就可以了 有哪个地方是生产鸡的 哪个地方是有鸡店的 你在他旁边 那么树鸡的人就会发财 第二树鸡的人是不能磕一个汤的 这个汤我经常磕 你树鸡的人不能磕 而鱼肉这个肉非常好 是壮旺我们的肺功能的这种汤 那么所以磕进去 你的肺功能就非常健康 但是树鸡的人补片来讲 很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肺功能一般都是非常好 所以做成可能这个原因 为什么我这个密码研究出来 树鸡的人为什么一颗这个汤出问题呢 后来我就研究出来了 原来这个汤是忘废功能 所以树鸡的人补片的废功能就OK 就非常好 所以做成这个原因 树鸡的人是有宗教心的 宗教心的意思就是有点宗教的信仰 那么这个宗教心都是跑进仰的供位里面 所以树鸡的人一见到一个树仰的人 就有宗教信仰 结果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树羊之外也是代表美 阿姨 结果人一见 他的宗教信就来了 树鸡的人很多人不愿意结婚 因为树鸡的人他本身是 比较要求比较高的 所以他要结婚 他对对方的要求非常高 通常来讲要迎娶 树鸡的人的爱情不大容易 所以一切年轻的时间 我有几个朋友树鸡的 我也很多树鸡的朋友 他们的父母总是希望他们结婚 都不结 那么过了二十多三十年之后 我现在研究了密码之后 我就发现 为什么我当年那几个树鸡的朋友都没有结婚 而要嫁不出去 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要两个食物 一吃进去就结婚 他们两个人都不吃结两个东西的 那个是什么东西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他一生都不吃tomato 原来tomato是非常旺 放树鸡的桃花的 所以树鸡来没有结婚 那很简单 每天吃tomato 每天喝tomato sauce就可以了 化解把你的英文名字改成tomato 所以你姓陈的tomato chain可以了 所以tomato原来这个东西 我当年那个朋友为什么不吃tomato呢 就是因为他年轻小的时间 每天都是吃tomato放在饭里面 结果有一天有一个tomato是烂的 他那个妈妈不知道也弄到饭里面 结果一吃下去 那个味道怪怪的 他就不吃了 以后就对tomato的反感 结果一影响他影响三十年 三十年之内他都没有结婚 就是威了没有吃tomato 所以我叫你们小孩吃东西 如果吃到某一个东西不好吃 你马上想办法要告诉他 不是因为吃哪个东西不好吃 是某一个东西不好吃 令到他把他那个概念 卷移到另外一个东西上 否则说话题一生人不吃哪个东西 数据的人记得 一生人与番茄 tomato为你的朋友 这个东西你一吃下去 你忘桃花忘得不得了 那不太好的 因为数据的人是很急的 有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他要增加人缘 他要令到人喜爱他 原来他喝个红角水 然后吃个番茄 那个沙拉 马上很多人就会非常喜欢他 数据的人很可爱 他不是永远都表现他的爱情 他永远都很好 但是每到晚上十一点钟 他就开始不好了 十一点钟的鸡就开始进入两个小时 每一天的疯狂桃花孕 所以数据的人这女生没有男朋友 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就睡不着了 为什么呢 在想怎么可以找个男朋友 那么如果男生晚上一到十一点呢 他就想怎么可以找个女朋友 结果没有女朋友来呢 他十一点钟到一点钟就很难过了 所以数据的人很奇怪 每天晚上十一点到一点钟 都午夜梦回在想 哎呀我怎么没有好 对我女朋友好一点呢 怎么对我没有男朋友好一点呢 结果他就把这个对爱情桃花的怨恨 我觉得就用变态的心态 他就会卷移在一种生活习惯上面 比如说听听音乐 画画画 看看电脑 他就在自己的那个小宣纸里面 去发展他的艺术 结果后来他最发财的 可能就是哪天晚上他做的那个东西 就是画的画 或者做那个东西 成名也是在那个位置的 所以鸡啊 你一定要懂抓他 他这个人通门感情 通门艺术 但是很奇怪 每天晚上只在十一点才爆发出来 熟狗的人一生忠诚 要不断工作 做事不会半途而废 但狗人一朝委屈 而且很容易哭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狗人的性格缺点呢 且听李大师的改运妙法 狗非常可爱 十个字都可以描写他了 差不多可以描写他一生 那十个字就是 一二不一一 就是私于当老二 不私于当老大 一劳不一意 就是私于劳动工作 不私于太安逸 就是太舒服 什么叫一二不一一呢 就是说苟狗的人很奇怪 他永远都是非常忠心的一种生肖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 去到任何一个机构里面 他都是非常用功 非常用心去做事情 但是如果他是当No.1 当领导 每个人都觉得他不像 他不齿 总是会把他打下来的 哐哐哐的打下来 但是如果一个机构里面 那个苟狗的当No.2的 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适合当No.2的 但是永远他就没有当领袖的魅力 所以苟狗的朋友如果你是当老板 你留意你的员工通常不服你的 而且总是在你面前讲假话的 所以苟狗的人为什么不能够变成一个 一个真的是领导呢 因为苟狗的人缺了一个魅力 所以叫魅力 魅力是什么呢 是一种很成熟 很成熟的魅力 为什么呢 苟狗的人总是祸在18岁的时候 特别是大家爱情观 苟狗的人很喜欢祸在 很年轻时代的一种感觉 所以苟狗的人总是有童真的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人很childish 就是很同心 很天真 他很天真 但是苟狗就是凭着这个天真 就是把他的事业创出来的 所以他都不理什么事情 他就很天真的念做 做得很天真的 很难看的 你们都是觉得很chip的 很childish的 但是他就创业了 所以我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人在我身边 一个是我的老板 一个是我的同事 以前我也做过很多工 其中一个同事 他是输狗的 他的老板也是输狗的 这个老板永远都不能当公司里面的No.1的 永远是No.2的 结果有一个项目 他当No.1的 给人家插背 插背 插背 就是那个是非 讲的什么都下来了 没有办法干的 另外我一个同事 也是输狗的 他已经一百年岁了 但是他还跟一个16岁的女生派脱的 56岁的跟16岁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问他 你这样子怎么办 他说 如果我76岁 我还是要跟一个16岁的 然后他全部都是写情信 然后还是把年轻时代的东西 全部都是搬出来 他现在都56岁了 你看 他也是非常中文 然后他穿的衣服都是60年代 所以他中文 他还是很土的 你知道吗 但是总是很喜欢回忆 他过去的生活 还有他非常年轻 所以这个天真 就是输狗的人 就是其中一种武器 他如果做一些很天真的东西 比如说他是拍那个卡通片的 就最好的 或者他是做童话的小说的东西 他就可以做 56岁还出儿童乐园这个书 就对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人 那么一二不一一的意思是什么呢 除了代表你做事情 你不能当老大 当老二以外 输狗的人而一二不一一 包括你的爱情 包括你的爱情是什么呢 输狗的女生 很多都是做儿奈 比较 做大老婆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还有一个 一劳不一一的意思是什么呢 输狗的人 每天都有做事情 只要他突然间没有事情做 他就会生病 所以输狗的人 要享受 每天睡觉 不就做 他就生病了 要每天很多工作在做 他就有获利 不晓得是不是像一个真的狗 如果他睡在街里不动 他就会死了 所以他总是要跑来跑去 这样子就获利了 所以输狗的人 是有几个特点 我在过去 也有些输狗的朋友 还有输狗的称鹏妻友 输狗的人 无论是男是女 一看那个电视 有点感情的 就流泪了 输狗的男生的流泪很奇怪 输狗的男生用一流泪了 那么这个流泪就代表他感情丰富 也是代表他非常天真 非常童真 所以如果他能够利用他的童真 能够做事情就好了 但是通常来讲他就不懂 所以去到任何一个机构 发生任何一个事情 输狗的总是有两个字 委屈 总是觉得自己委屈 所以输狗的人 你不能骂他 不能讲他 一骂他 他就整个人collapse 笨句也不能骂 跟老虎一样的 笨句也不能骂 但是老虎会跟你吵 会跟你打架 这输狗的胃哭的 你知道吗 所以输狗的人都非常可爱 那么在命运上面来讲 我跟过一个输狗的人 去吃饭 每次我们很喜欢吃那个肠粉 我每次都是叫叉销肠 虾肠 它是永远都是叫葱花肠 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狗的密码 吃葱 就是一条条的聪明的葱 原来是他的天启星 非常开心的 所以输狗的人很简单 你每天给葱给他吃都好了 我有一个输狗的弟子 很可爱 他抽烟 我说你修阿瑟 你不能抽烟了 结果我说你把烟戒掉就算了 所以他戒不了了 所以我就叫他 你就去买红萝卜 小的红萝卜 把它用刀把它啃成 尖尖好像一只烟怎么长长的 然后你都把它弄了十字 就放在香烟的袋里面 每天你想抽烟的时间就拿这个烟出来 一抽就抽红萝卜出来 拿这个红萝卜就在咬 那么你就能够把烟戒掉 因为红萝卜 咬的时间那个味道有点像香烟 所以每天大家咬那咬 结果就慢慢戒掉了 但是我要讲给你听的故事 是因为他是输狗的 为什么 输狗的人吃红萝卜 视为财心高照 他自从用了这个红萝卜之后 连续种了三骑那个六可乐 在香港 打麻将其逢敌手 他就不知道原来他每天就是咬着那个红萝卜 原来怎么忘它的财身 后来我告诉他了 就是因为这个红萝卜令到你长生 结果他每天带吃的大的 输狗的人其实很容易意识 以前我们香港有一个菜非常有名 叫避风堂炒螃蟹 这个东西国内的朋友来香港 你一定要吃 这个叫避风堂炒螃蟹 这个炒螃蟹非常好吃 那个螃蟹的上面有很多葱 还有很多那个蒜子炒成很好吃的东西 做这个东西 这个螃蟹我就在研究狗的人吃避风堂的那个螃蟹 能够交到三财权威 三财权威是什么呢 就是当官的人能够新官发财 所以这个树狗的当官的朋友 一定要来香港吃这个螃蟹 这个避风堂炒螃蟹 可以使到你新官发财 所以树狗的人吃东西非常重要 他吃螃蟹 他吃红萝卜 他吃葱 还有一个他吃蛇根 香港的蛇根是最好吃的 这个是内地没有办法吃到 树狗吃蛇根能够非常好运 直到他成为一个非常好运的人 所以树狗的人是天生好运的 我们看看我们旁边树狗的人 一般跟树鸡的相反 树鸡的一般来讲的命运是没有那么好的 树狗的天生不用什么烦恼 而且细细细细的天天真真的 他就一生的了 所以树狗为什么怎么好运呢 我们发现原来他每天吃葱 吃红萝卜吃螃蟹 吃蛇根 还有他吃牛肉 猪肉 全好运 所以树狗的人只要不要吃蔬菜 他就成功了 所以这些东西一吃进去 全部都是可以使得发财的 所以树狗的人为什么在我们身边 普遍来讲都是比较好运的 是因为他们隐私的时光 帮助树狗的人 天生有神力 能够使得他能够怎么成功 我见到树狗的朋友呢 他是非常可爱的 只要他见到树兔的人 树狗的人都莫名其妙 周围追求他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树狗的呢 千万不要找一个 很丑很丑怪的女生在他旁边 而是树兔的 这是死定的 他不会喜欢那个很丑怪的女生 因为只要兔的他就喜欢 结果就是狗的天生的密码 这个叫树某可举 就是狗跟兔莫名其妙 然后种子咳在一起 咳在一起 咳在一起的 所以树狗的人呢 也是非常奇怪的 他播种期的 也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钟 所以五点到七点钟 早上起床 播种 行房 生孩子非常容易 他的红颜心呢 是在那个亥的心位 亥是什么呢 就是用水养四肢富贵族 树狗的人呢 他要念书念得好 很简单 你在他电脑旁边用水 养四肢富贵族 然后呢 他就能够兴急了 兴班了 诚挚一定非常好 然后你就访问他的老师 我的孩子为什么 这个分数怎么高 你的老师就会告诉你 不是因为他考试好的好 其实他全错的 不过我给他一百分 那么你就问 老师为什么 那老师跟你讲 我疯狂的爱上你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用水养四肢富贵族 就是树狗的红颜心动心啊 属猪的人十分聪明 记忆力强 做事效率高 缺点是 做事虎头蛇尾 三分钟热度 欠缺抱负和斗志 失败容易气馁 要如何帮助猪人 扭转这些缺点 看李大师提供 快而准的改运方法 在座苏猪的朋友 有没有啊 这三位 有男有女不错 因为苏猪的男生 跟女生的性格 是有点不同的 苏猪的男生 很奇怪 就是比较自我 自我的意思 就是根据自己的意见 做事情 苏猪的男生 基本上呢 他是带哥哥 你跟他 譬如说你探访他 他在那里工厂开业务 做皮血的 你找他的时间 他就会安排行情给你 要叫你去哪里吃饭 他买单 要安排所有的东西给你 但是你不能说 要改 一改他就不高兴 还有他要全部 他安排好了 要你听他的 你要做他的小弟 那么就舒服 苏猪的人是这样子的 他安排的东西是不能改的 那么苏猪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问他借钱 跟他问他借钱 十年之后 他就会跟你讲 某年某月某时 你借了我多少钱 现在你玩给我就OK了 但是不玩不是不行的 所以苏猪的人 是非常清楚的 他不会拿你的便宜 但是你也不要拿他的便宜 大家不能误相拿大家的便宜 大家要误相赚重 他一定会帮你 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苏猪的人的记忆力非常强 所以你不要跟他讲硕方 硕方之后 他会跟你讲 什么时间你讲是怎样子的 现在你讲就几个版本 是不一样的 所以苏猪的人是非常记忆力 非常强 还有苏猪的人是非常通明 天生聪明 但是苏女的就留意了 苏女的苏猪的人 永远都给人家看好的 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看到 苏猪的女生出来跳舞 哎呀 跳得最好是他了 结果呢 老师都看重他 结果是全班跳舞最好的 结果去到比赛的哪一天 他就因为睡觉了 所以没有来 结果老师全部都不开心了 他的case是什么呢 他因为结婚了 就不来参加了 因为喜欢那个男生 就跑去结婚了 结果老师呢 在那个学校里面 三十年 就是只见到 他是唯一一个学生 是最有前途 都可以继承他的 结果他就莫名其妙就跑了 没有出现 老师等了三十年 他是最好的学生 出现了 结果他就莫名其妙的 不理的 什么都没有了 我跟你讲 这个小姐 不是你 我碰到宿租的女生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永远令他的老师 永远令他的长辈失望 其实他医生人 就是这样子 输出的人 就是总是这样子 浪费了自己的才华 浪费了自己的青春 然后他总是走出来 每一次都给你一个印象 就是他的best 他的最好的 但是他就用功 难的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输出的人有个不好处 就是有点三分钟热度 所以你们来修行比较小心 就是你们很快 就会赚掉你的兴趣 这个是诸的最不好的地方 所以诸诸人永远 做事业 都做到一半 他就莫名其妙就不理了 所以诸诸人是 私于做领导 领导是哪里呢 就是机关的领导 做完以后 他就问你 假期是什么时间 他要放假 然后他跟你讲 什么时间 要有什么金 他有布韦拉多 也不会拿小 但是他一定要给你 算清楚 小李毛钱 他会跟你拼命 知道吗 但是他拿了 他这一句话 也不会讲 所以输出的人 他本身有这种性格 我觉得输出 还有一点豪杰明 豪杰明是什么呢 他有一点 保护别人 发现粉粉不平的 这种状态 他跟输侯 有几个共通点 就是愿 跟还有输鸡 还是有点劣势命的 劣势命就帮助别人 帮助一下 唯有的 但是他跟他两个身体有点不同 如果去到最后一分钟 他还会跑的 因为输出的人 是有点很怕 很怕事的 所以他底他会跑掉 所以输出在一个团体里面 他因为很快就跑出来 但是每个人都同意他很厉害 但是因为他不用功 他上面中意热度 他是凭他的天分 去拿到奖辈退他的影响的 所以旁边的人都不喜欢他 所以输出的人很容易失去一个团体里面的大众的和谐 也是那个输出的人 因为他每天就是根据他的意见做事情 所以输出的人有一个事情要小心 输出的人是很怕病的 因为输出的人一有小病 他们整个人的斗志都会给他杀了 然后他这回第一段时间 他会非常用功去听医生的话 把自己的病弄好 但是去到第二次的时间 他慢慢这个人的斗志都会掉下来 所以输出的人是很容易 这个上智的 双击的 这个是非常明显 输出的人 这个很奇怪 他本身一生人 他不知道一个秘密 就是不知道洋语的秘密 输出的人 他本身是非常对爱情各方面 他不会太热衷的 他不会比较懒的 很懒的 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所谓 很懒淡的 但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家里没有养一缸鱼 输出的人很奇怪 一养鱼疯狂了爱情 拿着那个鱼没爱情 怎么简单 输出的人是怎么简单的 输出的人很奇怪的 输出的人一生人 我因为静长一点 就是洋鱼 他有静长的男女关系 还有静长的夫妻感情 如果输出的人不洋鱼 总是有不出问题 这个跟谁没有关系 是跟有没有洋鱼 这个有关系 输出的人 跟刚才输狗的 有点相反 是什么呢 输狗的人天生 是因为向天送给他 要吃大鱼带肉 他才好运 输出相反 向天是要punish punish是什么 就要请戒他 不能吃肉的 输出的人 人一吃肉太多 就不好运 这为生病 输出的人天生 是以肉是他的病符 吃肉是他的病符 所以输出的人永远都是 因为吃了太多肉 而出问题的 所以通常来讲 他们是急肠癌的 非常容易患病的病者 所以输出的人 千万小心 不要吃肉 特别是不能吃一个东西 是一个海产的东西 就是我们叫贯女区 干贝 干贝是输猪的死敌 千万不要吃这个东西 你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你的大肠里面 不会跑出来的 所以变成了大肠会出问题 所以输猪的人 是很记得吃这个 刚才讲的干贝的 输猪的人很奇怪 他是吃菜的动物 我们想一下输猪也是 总是一些菜的问科会给他吃 你给他吃鲍鱼 那个猪长不大 所以猪非常记 吃太好的东西 所以输猪也很记 吃日本的鱼生 所以猪的人 吃日本的鱼生 莫名其妙 他的肚子就会出问题 而且长眼的肠 也会出问题 那么输猪的孩子 文昌星 要壮旺 他很容易 因为输猪的人 寄生很好 输猪的人很奇怪 不论什么把子 十月生肖里面 寄生最好是输猪 第二个是老鼠 两种人的寄生 就非常好 输猪呢 他的寄生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他吃那个叫蛇子 茄子是非常壮旺 猪人的文昌星 如果你的孩子 是输猪的 那么你给他那个 茄子给他吃 他的文昌星就会非常好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很奇怪 输猪要不是跟大家讲 他不能吃肉 吃到那种蔬菜 蔬菜之中 树猪的 挑这个来吃 他有什么呢 他为非常有权威 而且非常旺材 你猜那个什么东西 是红色的辣椒 你不论他夏天出生 冬天出生 树猪的人奇怪的 种猪的人 普遍来讲 西极比较重 就算他在夏天出生 他也是西极重的 可能就是猪这个密码 是什么呢 是亥这个密码 亥这个密码 它里面有水跟木头 所以它是非常湿的 所以变成他吃这个红椒 莫名其妙 他作为非常好运 所以我看一个 树猪的生肖的人 看他点菜 看他点什么 如果他看点那个菜里面 是吃辣的呢 通常那个猪的运行 是比较好的 因为那个能够很小 就习惯吃辣 你就会经常把身体里面的 这湿气 把它排到身体外面 所以变成你的肠状 就不会怎么容易太多湿气 那么树猪的人 就可以避过刚才讲的 吃得太多肉 而出毛病这个问题 那么树猪跟树什么的人 最有缘分呢 树猪的人树根 树狗的缘分不错 因为养狗呢 是树猪的人最重要的行动 所以你不能养狗 也放一个狗在家里 在他的身边 那么令到树猪的人呢 能够增加他的人缘 还有增加他的贵人运 所以啊 我看街上啊 很多人对狗 特别疼爱的生肖里面 我发现做了调查 十个人里面 有三个人 都是树猪的 所以树猪的人 是应该去养狗的 但是千万不要把狗呢 吃掉 因为结果他一定会 没孕一生一世的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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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